我今天非常坎坷不安 因為昨天那個楊總理跟我講說 哲學星期五 在台中的哲學星期五 從來沒有因為颱風而延期過 然後他說如果今天真的延期的話 貝斯聯盟不用出來負責嗎 那雖然貝斯聯盟已經為台灣所有的事情負責 但是我很不想負這個責任 所以我是期待說拜託颱風不要影響到台中 那果真那也很開心就是 感覺上今天的人我剛才問了一下 那不會太少 所以我有點安心 那當然我覺得所有的功勞就是來自於榮少爐老師 因為我自己也是慕他的名額而來 本來我沒有要答應就是做這場的主持的 但是一聽說是榮少爐老師就說 好吧那我就 我這邊去台中高雄 然後應該要回台北 然後我就決定說好 那我要在台中留下來 然後今天再回台北 晚上再回台北 那為什麼 事實上我跟榮老師 我們並沒有見過面 但是我們曾經可能在email上面交換過意見 那從他的文章當中 如果大家有看他的文章的話 那也會發現說他曾經 跟Face聯盟我們有一些互動 然後促成他寫這篇文章 那我相信可能今天會讓有一些人會有一點失望 因為很多人說可能今天是要來多了解一下死刑存廢的更多的觀點 但是我想我們今天可能會比較聚焦在看待一個事情的方法 或是看待死刑存廢如何討論 我覺得榮老師要提出一個新的觀點 就是法律人類學的一個觀點 那針對這個事實上我看完文章之後 我已經有了 對我來講 我還沒有聽他的演講 我只看了文章 我已經有了一些啟發 那這些啟發我要等榮老師演講完之後 因為我要佔這個便利 我是主持人 也是語台人 所以或許之後我可以用一點點時間 談一下我的啟發 我受到的啟發是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可能 我會稍微有一點回應是榮老師對於 包括Face或Face聯盟的觀察 我覺得從內部跟從外部的觀點會有一點點的不同 那我希望藉由等一下的這個機會 我可以做這些回應 那當然如果說大家還是很想要討論死刑存廢的各式各樣的觀點的話 那我們會非常節制 就是榮老師說他可能可以花30分鐘就講完他今天要講的 那我大概會花10分鐘回應 我們會留下最多的時間 讓大家提問我們做一些互動 那我首先我要先稍微抱怨一下那個哲學星期五 台中的哲學星期五 就是這個題目 此行存廢戰爭 我對於戰爭這兩個字有非常大的這個 這個覺得不妥 當然我想這個詞是來自於老師的文章裡面 那為什麼會覺得他不妥是因為 因為在我看來會走到戰爭內部 大概就是說你已經不想要對話 你已經不想要討論 你已經沒有解決方案了 所以我就開戰吧 那我自己覺得死刑存廢這個議題 我覺得還有對話的空間 那還有討論的空間 我希望現在不是 希望現在大家不要認為他已經走到了所謂的戰爭 就是無法溝通 然後無法對話的這個階段 我事實上我是樂觀的 那我覺得對話的可能性是有的 那尤其是我看了文章之後 我說我有些啟發 我會覺得那種對話的可能性是更有可能的 好 那我今天的開場主持 因為我剛才講說 我可能第一次見到柔老師 然後我今天就是利用吃飯的時間 很認真地查了一下那個老師的學經理 然後非常的豐富也非常的優秀 但是我就不重複了 那就讓柔老師自己介紹他自己 那我想以他的文章 以他的演講就是他自己最好的介紹 所以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我們來歡迎榮曉武老師 我們來歡迎他 榮曉武老師 不算我今天是要幫你做台子 然後大家回來多講一下 你現實人性裡面 那這有什麼商品 好那剛剛聽各位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發現有很多高中同學 這個感到非常的經驗 也就是說在高中這種階段之後 我們以前都不知道有什麼共同一個關係 那不要說有這樣的一個場子 所以讓我倒是覺得說 現在的高中生大概早就 比我們那年代更早進步的關係 就通過你 那我想說 我希望今天可以特別針對 特別可以 年輕的朋友也有一些什麼的啟發 或者說來一些對話好了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 有點對我來講有點老的文章 已經三四年前的文章 那這個是2012年 2011年2012年所寫的文章 那就是大家知道為什麼這個議題 在最終又被拿出來 就是因為那個台北女同 分合案的那個事情 所以它重新被拿出來 然後有些人類學同僚就說 那這個議題一直都會 在不同的時段裡面它就會再出來 然後我曾經寫過這樣的文章 就希望把這個 然後我曾經在哲學處的 這個正式的期間發表 來過的文章 變成是一個比較通俗版的 發表在法拉人類學 所以就被我們這個哲學信息 我的曾經是我的指導學生的 看不到這個任務 他就把我陷害到這個 所以這個也算是做一個工商服務 我為什麼會到這邊來 那我先說2011年的時候 我為什麼會開始注意到這樣的議題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做法律的類學 政治的類學 但是我基本上沒有一開始就 控制到的時期準備這個問題 那我剛剛是就一般的法律的類學 因為這個不是那麼需要學術的一個 這個談論的場所 所以我不多講法律的類學 在講什麼 我只是說一開始 我並沒有特別注意到這時期準備 我是比較就一些長迷的 例如說我為什麼要遵守紅燈 然後紅燈跟綠燈這樣的指揮 比較是要這個長迷的一個 一個法律的意思或法律的動作 所以我並沒有一開始就關心這樣的議題 然後是2011年的時候 我注意到了一個新聞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有一點點好玩 我就開始注意這樣的議題 那這是這個在紐約時報所報導的一篇文章 2011年的時候報導一個文章 就是在2001年的紐約911事變之後 然後遠在紐約那個實際上 從事變所發生的幾千公里之外的德州 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時那個整個美國白人非常恐慌 以為所有的可能 有時候可能就是回教徒都是一些恐怖分子 所以在紐約之外幾千公里之外的德州 發生一件事情 有一個人就開槍搭死好幾個 看起來像是偽教徒的人 然後還不巧有一個人 他是其實是印度人 可是對這些美國白人來講 好像就在特別是在那樣恐慌的時候 他根本要分辨出來印度人跟文章的去 只覺得巴洛克陀伍欣可能就是一個恐怖教徒 所以他在2001年的那91事件沒多久以後 他就被這個美國白人給用槍傷害 那直接從臉部開了兩三槍 結果後來沒有死 把槍救回來了 那2011年的時候 離2001年已經10年了 然後德州他是有死刑的 那就是經過10年的審判訴訟 然後後來決定要去執行死刑 2011年後來執行死刑 然後從2008、2009年的時候 這個被害人 被那個美國白人直接用槍打傷的那個人 他開始了一個 所謂的拉比一個遊說的行動 他希望德州不要對這個人執行死刑 至少不要馬上被執行死刑 他希望這個人能夠出來告訴他說 他為什麼要傷害他 他要告訴他 他想要親口的、親面的、聽到 當面的聽到這個人跟他講 欸我不是回教徒啊 那我是在一個整個一個恐慌的一個氣氛中 欸你不認為回教徒 然後終於開了兩槍 然後整個的一個 對自己本身的一個傷害的事情 卻反而交給了一個 所謂國家法律的體系去 去仲裁、去判決 可是 不管他也會被判死刑 可是他自己為什麼會被 遭遇到這樣的一個對待 他為什麼會被 莫名其妙指示 因為他是一個 在那個 美國的shopping mall 在販賣那個 起相片的一個 一個員工 結果那個人就衝進去 固有分縮 就把他連上打了三槍 或兩槍或三槍 所以他完全不明白這樣的事情 都會發現他身上 結果他 因為就是 這個 這個上次的同步 大概可能經過幾千次幾百次的 不斷的動手術 動手術 漸漸的才能夠 可以講話 可以非常形象 可是整個人也是扭曲的 那我們當然就知道 這個是對於一個人 他有重大的傷害 所以他 沒辦法理解這樣的事情 他希望 從這個加害的人身上 還聽聽他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認為他這樣子 他才能夠 重新 他的人身 他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的事情 會發生在他身上 即便今天好像 所謂的一個justice 一個 依照德州的法律體系 這個被看的事情 那當然是 某個程度是 司法的正義已經達到了 但是這個justice 並不能夠彌補 他這個 他自己的一個生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危機 以及遭受這個危機之後 要怎麼樣繼續下去 所以他一直希望 德州州長 或德州的警察官 不要去簽署這個事情 至少要讓他有機會 跟他面對一面的來談 但是這件事情始終沒有被 被允許 但是他當然他的這個 所謂的logger 就是他的流稅的信件 曾經交過 交給這個加害人 這加害人 從剛開始拒絕去看這些信 然後一直到也是很疑惑 為什麼他會 就是被他為什麼需要 要來跟我們面對面這樣子 那即便他最後 他兩次都沒有面對面 因為德州法律 不遵循這樣 一個面對面的一個 等談 但是他後來也是 經由書信留下來 他說 欸他如果有機會 因為他想要開始 跟他交信的談一些 他從事件發生到之後 他整個一個進步歷程 等等等等 那時候我就注意到 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一個 一個有趣的 一個影子 一個導引的一個東西 但是真正那種 開始去思考這件事情 時候 2011年的那個 王清風 那時候當保護部長 他說 他宣稱他 雖然當保護部長 但是他不想執行死刑 然後整個那時候 有一個大的進步點 然後 就讓我來開始去思考 來去研究 來去發想比較沒問題 也就是說 從法律人類學的眼光裡面 到底怎麼要去看待這個時期 從廢的戰爭 即便這個心理 他並不是很喜歡這個題目 當時 不喜歡我這個題目的人還很多 因為我當時的題目 可能是死刑戰爭 然後是法律人類學的終結 中結或是介入之類的 當時我就是在題目出稿的時候 也有一些場合去跟一些 學術場裡面發表之類的 結果很多人都說 他們不喜歡這個題目 想說當然他因為死刑 又是戰爭 誰會喜歡死刑 誰想要戰爭 結果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不是 他不是喜歡 他並不 他不喜歡在題目 並不是因為死刑會戰爭 他是因為他不喜歡法律人類學的中介 那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 要嘛你就支持死刑 要嘛你就不支持死刑 哪有什麼第三條路 哪有什麼法律人類學 來說 來跟我們法律系 來指針道士說 我們這個司法應該要做 或是有別的出路等等等等 所以我才發現 現在當第三者真的是不容易 OK 所以那時候我就面臨了很多 很多好玩的東西 所以說 比方說我在不同的場合裡面 人家都會先問我嘛 比我先分明 欸 你們支持死刑 你是被出死刑嗎 當我還沒有講說的時候 我可能都已經要被 化為是戰爭的某一個 某一面 但是事實上 我在我法律人類學 自己研究的成果 我是希望對這樣的一個東西 能夠給一個 所謂的另類思考 那另類思考 就是被認為可能是投機的 或者是一個不戰隊的 不過anyway 大家來聽聽看我這樣的一個 一個 approach OK 那我的 這個 大家先鋪陳一下 就是說 大致上這個死刑戰爭 所謂正反 正方跟反方 或者說支持方 跟反對方 他大概的一些意見 那我先從文件裡面看到 那個 行政院考會 曾經在2008年 辦理了這個 要不要廢除死刑的一個 公民會議 然後這個 會引你去像任何的一個 在台灣死刑裡面 他有太多太多的這種 各種各種意見 不過這個反而是具有代表性 經由大家書面的一個表達 可以歸納出來的一些 大家為什麼會支持死刑 或是為什麼反對死刑的 不應該被廢除等等的 那 在這裡面 經過一些學者分析 會看得到 就是說 有些 我們對於某些議題的支持 或不支持 在一些 學院裡面的權理分析之後 好像可以看得出來 是某些人會比較偏向支持 某些人會比較偏向不支持 可是在這個事情裡面發現 而且基本上我沒有辦法找出來 任何一個客觀的指標說 比方說性別就一定可以導出 某些性別一定比較支持死刑 某些性別一定比較不支持死刑 或者說年齡層 年輕人比較一定怎麼樣 然後年老人一定比較不怎麼樣 在這個議題上 好像就沒有其他重大的公共議題裡面 你可以用一些 最有一個問題啊 是 中間 進步指標 然後 就是 我們講到 就是 在這樣一個重大公共議題裡面 似乎看不清楚 這些比較 一般來講的一些客觀的指標 會就有一些比較 比較明顯的一種 支持或不支持的傾向 可是在這個議題裡面 是一個完全看不清楚 你沒有辦法用這些客觀的指標來看 我們小學人知道 職業 宗教 什麼樣的宗教等 不支持 什麼樣的宗教不支持 等等等等 但是唯一清楚的時候 從一年來的民意調查 自治死刑的總是佔多數 那這個為什麼要打信號呢 也就是說 因為這些民意調查 他用的那些指標 對於不同的意見的人來 會說他其實這個問卷的這個題目 可能是有誤導的協議 比方說他沒有給民眾不同的選項 如果有不同的選項 他也會得出來自治死刑的人 也許不一定是能夠佔多數 所以我會把它畫成一個資料 不過就是問卷一定要 專家他們會去debate的一個重點 但是至少 目前為止 出來的民意調查 自治死刑的人 大部分都佔多數 我想這個大家 一般來講 不會覺得這裡是個意外 不過他有很多點是可以排的 好 那幾個主要的爭議點 我也是幫 就是就這個2008年公民會議 比較文字化以後 所列出來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爭議點 比方說 你的自治死刑的人 會說死刑可以自治 各種犯罪啊 沒有死刑啊 怎麼辦呢 那最大的解決 為什麼會是探詞 這個我剛剛只是順過一下 因為大概有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大概也可以細談 我現在後面都可以 不過這並不是我中間 並不是我今天的重點 我今天重點是 我要當第三者 第三者總是要把其他人的 換點他會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也會冒著風險 冒著假話 冒著 是把它當稻草人的風險 Anyway 就是大家先看一下 這主要這一點有像這樣 比方說受害者的家屬的傷害 通常我們都會被指的鼻子說 那你是受害者的家屬 你會怎麼樣怎麼樣的 所以我們都不是受害者 那我們怎麼可以幫受害者的家屬 發言等等這樣的一個理由 然後再來說 那個支持廢除死刑 你會說因為司法有誤判 那反對的就是說 那雖然有誤判 可是也有判得對的 那判得對那就可以執行 那判不對的 你就把它重新用一些救濟的程序 他就可以 可以糾正的直接誤判的可能 所以就邊獨行 所以這個也就是說 死刑的程序現在已經很嚴謹 我們畢竟不是20年前 30年前的台灣 現在死刑的程序都已經很嚴謹 誤判的可能性就越來越低 那類似這樣的一個理由就是說 那我們只要糾正 我們只要修正這種死刑的審判 跟調查的程序的話 被誤判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要先做的是司法改革 而不是說一下子要貪費死 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是幾個爭議點 再來 那好吧 那如果你要廢除死刑 那我們替代方案會是什麼 如果你們要給我們一個比較好的替代方案 不能夠一下子輕演 就進入到廢除死刑這個點 那我當然也聽說 因為如果替代方案是無期獨行的話 那不就等於是國家要花錢養一輩子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壞人 那我們為什麼要出錢去養這個壞人 所以有沒有這樣子說 即便是用無期獨行來替代死刑的話 這個配套措施 那就是說那我們為什麼要出錢養壞人 我曾經在一個場合裡面也是 大概2011年也是一個場合 然後也是跟一大堆人在講 所謂的知識死刑跟廢除死刑的這樣的議題 結果有一個年輕人就說 那這樣子配套老大 配出死刑他最高興了 因為他就可以請人去把小弟也殺掉 然後就告訴那個小弟說 他可以終生一輩子直接讓國家養 因為被除掉死刑 我就沒有了 他就直接這樣問我說 問我這樣的意見是什麼 OK 那只是說我說 就會有這樣的觀點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出錢去養那個 可能應該被判死刑 但是現在因為改變了 變成是無期獨行的教練罪人 好 那在最後這一點 大概可能是大家最常聽到的 所謂的束縛的正義觀 或是說一個原始的正義觀 就是說 哇 這是衛生的論述 都只是精英的一個論述 那他沒有辦法滿足大部分人的 基本的需求 或者是說一個很原始的 大家都一樣的 大家都會這麼去想的一個 對於聲跟死 什麼人應該是壞的 什麼應該是好人 這樣的一個束縛的意見 簡單來講 就是你只要夜市人說 就是一個常人的意見 那是對立於所謂廢時論述 就是來自於精英的 這樣的一般論述 OK 那對我來說 這裡面的有一個點 他 這就我們剛才看了一些主要的正義點 比方說這些誤判 比方說這些司法改革 好 這些 比方說我們的替代方案 會是用什麼的方式 比方說這些會死論述 就是來自精英決定 對我這個第三者來講 我會覺得這個好像就寫有點 只是存在於在法律內部的一個辯論 那大家會特別針對這個講說 為什麼認為這法律內部的辯論 不能夠含掛所有我們對於死刑證 死刑是否該要不要存在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意義系統 怎麼說呢 比方說 我們說假證譯證就可以來 比方說不要讓壞人再重新進入到這個社會 比方說誤判的可能性 就是我剛才講說 讓法官能夠更青年 然後讓整個的檢查體系能夠取得更多的證據 那就不會有誤判的可能性 那比方說我們這個死刑跟犯罪 是不是有因然的關係 因為大部分的致死跟廢死 致死兩方人都會說 這死刑到底能夠去預防犯罪 這是一個很大的爭議點 那這個 比方說我們執行一個死刑要花掉多少錢 那不執行死刑要花掉多少錢 那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法律體系裡面本身的一個內部的辯論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什麼意思 應該跳這張 讓我下一下好了 就是說對我來說 這個法律體系的內部的辯論 它隱含的是一個 法律它是一個可以自我調整 它自己有一個它建立起來的判準 標準邏輯跟理性 然後這個理性跟邏輯 是能夠去仲裁去評判 甚至去檢視所有社會裡面發生的事情的人 那所有社會的人發生到這件事情 沒有錯 它可能會讓這個法律體系因為不好 不夠清楚 因此沒有辦法埋下吸納或者消化這麼多社會的問題 社會要來產生的糾紛 可是這個法律體系的這個進步觀 也可能就是說 因此我們就更要去改進我們的司法體系 不是嗎 我們不要去放棄我們的法律的這個價值 因為法律體系是可以因應的 它是可以進步的 那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法律內部裡面 自我產生的一個法律進化而已 那我當然知道這個意思 比較學術性的東西 那不過我當然也是把它帶過一下 因為必須大家都不清楚 我們可以再再多討論一下 那這種法律進步觀的意思就是說 那進步的標例 進步的終點 進步的這個模仿對象會是什麼 很清楚的 是西方的法律 是西方的法律所建立的那個標準 就是法律體系裡面可以 因為這樣的一個標準 而自我合法化 自我正當化 我們可以往前走 我們可以不斷不斷的變好的 這樣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假設 跟它建立的一個準則 那我們所有台灣的法律界裡面 不言自明的這個西方的法律 是台灣要去模仿的 以及法律體系 能夠因為這樣這些自我調整的 也是因為西方法律 能夠帶給我們這樣的一個衝擊 或是它帶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標竿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在這樣的一個論點裡面 那廢祖時期就會變成是一個像是法律體系 到底能不能夠有去整個的去包含這個社會裡面 關於這個生命該怎麼樣去處理這樣事情的一個重大的辯論 那對我來說 非常危險的一點就是說 一旦法律去壟斷了 我們所有對生命權這樣的一個定義跟想像 那我們就沒有生命權 我們就沒有生命這個東西 它就只是變成權力這種事情 這個權力這種事情 是很有趣的一個點 就是說我們人為什麼可以存在在這個地方 然後為什麼有人要去保護你 那為什麼有人過渡你的生命 就必須要有人去把它所造成的傷害給糾正回來 其實是完全是建立在這個現代的這個國家 民族國家跟人權的這個理論 也就是說因為這個國家是由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個人 它生下來所具有這個權力所組成的一個集合體 所以每一個集合體它被剝奪了 那這個整個國家這個作為共同體它就要反估 反估作為這個對這個個別體的傷害的這些行為的一個追溯或者是明明 那大家不覺得好玩的這一點 就是說一旦你加入了這一個國家共同體也好 或者是生命共同體也好 你是用你這個權力去加入 而不是你用這個生命去加入的 比方說你現在參加一個私職會 你為什麼會變成一個私職會的會員 是因為你符合了他某些判者 你是符合他某些資格 因此你擁有這個權力去加入到那個會員的權 那你現在變成這個私職會的會員 你是用一個比較抽象這個權力去變成私職會的會員 但並不表示你自己這個人就一直是這個私職會的人 你之所以變成是會員 是因為你有符合到他們那樣一個資格的一個權力 這是一個現代國家跟法律體論裡面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 所以其實國家是在保護這個權力 然後經由這個權力來對侵犯這個權力的他者來加以追討 來加以論述 所以我們剛才講2011年的 剛才我一開始講那個事件 是對於一個印度人的傷害 可是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權力跟幫法 去可以跟直接傷害他的人來對談 因為你整個的權力已經被交付出去 變成是這個國家共同體所委託的法律體系也好啦 包括律師包括法官他們來幫你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說比如說你打好我以前 我不要把你打回去兩個都有罪啊 可是可是就對我來講 你打好我把你打回去 不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自己跟自己的衝突 可是對法律來講你侵犯的是那個權力啊 而不是只有這個個人 所以為什麼國家能夠幫你去對付那個打你的人 是因為那個打你的人他侵犯了好些 你應該具有的這個權力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整個東西就是 唯一到在一個很抽象的一個 這個現代民主國家裡面 建立的那個一個關係 那這是值得被反省的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很多 那個比較抽象跟健身的東西 但是我必須要帶過 因為這樣才能夠開場我底下 所謂的第三者的一個中介的一個道路 不過anyway就是說 我希望我再稍微 剛才能夠講得比較清楚了 如果不夠清楚我們待會再我們來談 就是說我們現在真的 對於死刑犯的死刑的這個捷術 都是在這個權力裡面的路主打算 那這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因為這是一個 當代國家民主建立的一個基礎的理論 我們不是在保護一個個人 你這個個人其實我都不在乎 我是要保護的是說 這個個人所擁有的類似的這樣的一個權力 不會擴及到其他人 所以我要把 可能會影響到其他個人也通常 然後具有這個權力的人給他消除掉 所以我其實不大 對國家的兩天其實不大care 所以真正也有一條生命損失 它是要防止另外可能有其他的人 類似具有這個權力的人 同樣被剝奪了他的權力 所以反而在保護生命權的時候 生命是不見的 這是一個吊詭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可以再去想的 所以我們不是常常有一個計畫說 當一個人死是個悲劇 當一千人死掉 它只是一個number 它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因為到了那麼多人死亡 可能就不是一個一個看到有血有肉 具體的傷痛那樣的 反而只是一些number OK 所以就像一個法律寫者李嘉雯 在2004年一篇文章曾經說過 就是說一直在台灣廢族史前論述 常常出現就是理治對不理治的 所謂啟蒙對於兩百 就是說就是對所謂比較支持FACE的 就會認為它是站在一個 比較當代民主跟人權的一個 我說以西方為標竿的這樣的一個 可能是比較現代比較進步的 這樣的一個標準來看 它是比較屬於啟蒙跟進步這一端 那另外一端是被思維是落後的 是長明的 是剛才在我講的時候 是在夜市裡面的那樣的一個 很舒服的東西 類似就是像被思維 是代表這個這個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這個這個 我剛才記得有位朋友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好像也提到類似這樣的一個對比 OK 那這個 這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比較窄化也比較簡化 這個不同的陣營裡面 被塑造起來的一個對立的形象 所以我就會這樣從頭來想說 從剛才那個對國家法律跟這個 權力的論述的一個反省來看到說 那如果我們今天在台灣要談死刑 不管是支持或廢死 那支持或不支持廢死 都只是站在一個權力的這個 角度來看會有它的不足 那我就舉一個這樣的文獻 來告訴大家說 在這三個人的一個研究裡面 他曾經對了兩個所謂發展 中文民主體 那當然是一個 於是墨西哥 於是喊喊喊 那他對台灣來講 有一個參照點 因為台灣也是某種程度 也是屬於一個 Developing Democracy 一個發展中文民主體 那他們跟台灣一樣 也都經歷了長期的專制統治 然後專制統治裡面 司法制度也是扮演了 鎮壓民主跟人權的一個角色 那有趣的點就是說 這兩個國家都在某種程度 非處死刑 一個就是墨西哥 他已經定為規例是非處死刑 那南韓是因為他事實上 已經多年沒有執行死刑 主要是那個總統進大宗 他當年成立是做了政治勞的死刑犯 就他當了總統以後 他就實際上 雖然法律一定要非處死刑 所以他在任的期間 他沒有執行死刑 然後這個 有 然後他在任期間沒有執行死刑 然後也經過了一段時間 後來的總統也不大敢再說 青年再去重啟死刑 所以他實際上已經多年沒有執行 沒有多年沒有執行的死刑 那這樣的兩個case 然後這個研究裡面卻發現 雖然這兩個 在國家裡面 實際上都已經沒有執行死刑 可是他們多數的民意 都還是暫常恢復死刑 然後這兩個國家都也是長期經歷了專制的制度 那司法的務工 司法的貪污腐賣 其實都是大家共知的事實 可是呢 這些 就像李嘉文對台灣的描述是一樣 雖然台灣人民每天都在罵司法的 我們就會說恐龍法官 或者說我們不相信司法的偵操什麼什麼 有台灣對人民的不信任 可是一旦講到死刑 大家就認為死刑 這個法律制度可以進步 法律制度可以改善 可以不斷的去修改它的整個的審判的程序 因此不會有誤判 不會有冤慾 所以這個矛盾點 跟這三位學者 在南韓跟墨西哥所做的調查很類似 但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於司法仍然是不信任的 可是一談到死刑 人們卻認為還是要留下死刑 所以這個法律體系 之所以沒有被當地人的信任 並不影響到人們對於死刑的態度 所以對我們來講 一定有一個是超出於法律體系之外 不能夠被解決的問題在那邊 即便你今天說廢除死刑或不廢除死刑 即便你今天 人民相信或不相信這個司法體系是否公正 人們對於這個死刑這件事情 他有他另外一套不是法律體系 能夠含掛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認為我作為提三者 可以稍微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說這個東西是 也許需要先要被看到 然後被正式的被彈出來以後 可能我們在彈所謂要不支持 不支持死刑之後或之外 才有一些不同的只是對立 只是好像戰爭那樣子的一個情況 當然不知道司法為止 就是說即便你今天 即便這個死刑已經被廢除了 那即便就這些國家包括台灣 大家都對司法不信任 但是大家都認為死刑仍然是要存存留的 要人民還是比較支持死刑 所以說一方面我們不相信這個司法體系 他可能在日常生活的其他的案件裡面 我們都認為是有錢判生沒錢判死 這樣一個司法體系 可是我們仍然希望這個司法體系能夠留下來 幫我們去處理掉應該要被判死刑那樣的人 所以這樣的一個矛盾 我們其實竟然可以導出來一個結論就是說 現在的法律體系 他要去處理這死刑是必有未待的 人們對於這個法律能不能去處理死刑有一個 是法律體系看不到的那個盲點 他們要幫他去處理掉這些東西 那如果我們還是憑留在法律內部的辯論的話 是永遠看不到這個東西的話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先讓我們被發掘出來 然後發掘出來之後呢 能不能夠去某種程度 開展我們所謂的另類思考 死刑是否該要存廢的一個可能 他們不知道要不要解決我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剛才的事情講了嗎 對當然我的講法代表大家可以有意見 比如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對於死刑這個意見 支持跟廢除的意見 大致上都好像會存留在法律的內部 可以漸漸的改善 法律的體系可以變成是一個進化 可以是一個變成跟西方等同一樣好的這個法律制度 可是這個制度在還沒有變成真正好的這個過程當中 人們還是不相信它 可是對於死刑這件事情 人們希望法律體系能夠 我們不相信這體系 但是我們希望它能夠幫我們 繼續留在處徒對死刑這樣的一個執行 大家不覺得這有一點矛盾嗎 這個矛盾點也就顯示說 這個法律體系要去架構 要去整個要去涵納我們對於生命 對於死刑這件事情它是必有未代的 有一些東西是法律體系沒有辦法刮的 因此我們必須跳出法律體系內部討論裡面 只是法律內部裡面 聽了在法律內部裡面對於死刑 是否應該存留的這樣的一個辯論 所以某種程度我們第三者終於出場了 我們講了半天就要說 我們也許某種程度要套出法律內部的辯論 我們做了這麼多東西當然要說 我們擔任仲介角色 是某種程度是應該要被論述出來 要被看到的 OK 那這些學者就來說明說 剛剛那樣的矛盾性出來後 所以說對於這樣的一個事情 特別是它對於在全國際裡面 要推展廢除死刑這樣運動的 對這個運動者來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Customer 我們台灣都把它換成客製化 就是說要個別去定做 要特別去打造 在某個地方裡面 我們為什麼要去談支持或廢除死刑 就是當地裡面真正可以引起共民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你不能夠只用一套 就是來自於說 就定立在那邊的一個西方進步的標竿 然後是所有的這個其他國家都應該要去做到的 每個地方它對於生跟死 它都要有一個可以引起當地的共民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那因此這個學者他直接就在召喚我們 這個學者他就說 他就在文章裡面就直接講說 我們要用文化人類學的方式來從事跨國的比較研究 而且要去充分地去檢視這個 每個地方那個在地的這個 對於生跟死的這個價值體系 那我們就做文化人類學校就被他召喚了 這些都是政治學者跟法律學者所講的 然後他竟然就召喚文化人類學家 我們當然就借著政治學 政治學家跟法律學家可惟民自己的人都這樣講 我們當然要進場了 我們跟他說文化人類學家 的確一直以來都在做紀錄 或者是說分析所謂的一個比較在地的人民 他的一個信仰跟價值體系 那可是對於台灣的法律學界來講 那基本上他會認為說這個西方的法律 一直來講就是他的標竿 所以他基本上不會太具重視對於 長明法律理念的這樣的研究 彷彿只要說我們今天法律體系能夠跟隨的 或者說模仿了這個西方法律體系以後 那法律的問題自然而然可能就會去解決 那台灣的法律學界一直以來對於這個 台灣社會裡面到底人民對於在不同議題裡面 真正信仰的那個所謂的intelligence 結果在地的信仰體系到底會是什麼 是什麼 是不大清楚的 是沒有不去關注的 因為他們已經依靠了一個 對他們來講是很OK的 是很進步的一個法律體系跟價值 所以法律學界大致上不會去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曾經面過法律學會 所以法律系來支持 我相信這個是不自不正自明的 對法律系來講是不正自明的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去了解長明法律體系 因為我們要了解的不就是一個 來自於西方 來自於西部的法律體系等等等等 你對我來說 這死刑存費 我剛才講了半天就是說 它不只是變成是一個法律意義的辯論 它要變成是一個我們 如果在談死刑存費的時候 我們要能夠回到文化裡面 到底我們真正最可以關懷的 什麼叫做生命 什麼叫做人的假設 也許才可以打開 某種程度 只是集中在對法律意義的 這個死刑的辯論 那我當然就試圖提出來 法律人類學可以貢獻的兩個途徑 這個待會我們可以多談一下 第一個 法律人類學 就像一般人類學來講 我們都一直都在想要去掌握 到一個昌明的所謂的文化的體系 比方說 在沒有任何一個汽車進來 汽車文明進來之前 那我們能不能怎麼樣去安排我們的交通 怎麼樣安排我們這個交通的模式 那現在一旦有了汽車之後 那我們產生了什麼什麼改變 人類學一般來講都來注意這樣的事情 想要知道一個 這個昌明曾經出現過的這個文化慣情 那這個我已經多講了 這個老江又回到人類所了 那這些剛剛畢業的聽說 很害怕 OK 那第二個我覺得說 因此我們在掌握這個文化體系以後 我們想看能找出一個轉化的機制 轉化的機制以後來消除 我剛才說 或者說去含鬧 我剛才說 沒有辦法在法律體系裡面 被削減的那些一個可能更真實 更真實或更深層的一個 對生命的一個定義的問題 那這是我覺得法律人學 可以在這個所謂事情 是否需要存廢的這個 不管是辯論或戰爭也好 它可以有一些貢獻 那最後的部分就來解釋 這兩部分是會是什麼 那從我自己在台灣的一個鄉鎮 鄉鎮佳人會還有一些鄉鎮派出所 還有一些比較 我剛才講一個local的地方所 長年的觀察 那我看到了這個人民 對於這個習俗被傳統的這種表述 那我覺得這個表述是 需要被不好的整理的 但是因為這個我剛才講 上次來我們都不出動這些 我們可能太過輕易的把它 化為它是可能是不是很精密的 或者是非常素朴的 但是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這個文化體系裡面 我當然我首先要強調 我們這個文化體系 對我們Tonation來講 它並不是一個 完全固定不變的這個體系 這是必須要先被強調 不過這當然很難解釋啦 就是說我們會認為說 這個文化信仰體系 它也是隨著時間 它有進化的 但某種程度 在這個時間演變當中 我們有發現它可能還是有些part 有些持續性 因此它還可以看到某些文化 它特別的一些東西 人類學就是嘗試想要去抓住這些 好像有一些比較很有持續性的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但是這東西絕對不是固定不變的 那這個我必須要先去強調 因為很多人會讓我們人類學 就是要找那種 它已經快變到化石 這個也不存在的那個文化體系 並不是這樣子 我們人類學 人類學可以在這種 人類學可以去研究 也可以去掌握 不斷在變遷當中的 文化的一些價值 跟文化的一些邏輯 所以這個必須要先去強調 我們人類學可以先去貼近 跟掌握文化的一些信仰的體系 然後我們就會在 這樣去掌握這個方法 我們想要嘗試去 去找這個方法場合裡面 人們對於什麼叫做對 什麼叫做錯 什麼叫做他的生活裡面 該怎麼樣去跟人來對待 這是一個可以被去打 而且必須要去研究的 就是說我為什麼打你 你就一定要把我打回來 這代表是什麼樣的 跟人互動的關係 這是一個名嘛 我打你你也可以不要 你為什麼我打你一拳 你就打我 你其實只會打我這一拳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去想的一個文化的互動嗎 他不是人 人家告訴你 你該怎麼做 你可能就是 只看別人都這麼做 我打你一拳你就要合作我一拳 那為什麼不能回你兩拳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那如果大家想過這位DH就是說 沒有想過這問題 那就正好因為是文化已經制約我們 我們制約的時候 你只要打人家兩拳 你就是錯的 你打人家一拳是對的 那這個不 沒有辦法去 當然不用 沒有去想 你就會這樣去做嗎 某種程度我們會說 這個文化已經比較深入的 進入到我們 很自然而然去擺命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底下 那從這裡面我們來看看 能不能在這裡面 對跟錯的區分 到底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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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律 也不是是來接到的 很多是文化裡的關係 那我們認為什麼東西 該是對的 什麼該是錯的 這個 這個東西是需要被理解 是需要被去分析跟記錄的 這也是從一些法律人選裡面的一些研究裡面看到就是說 其他國家其他文化裡面 就是說 還是不要講 太過於像上課 文化裡的就是說 這個 這個法律人選 紀錄了不同的國家 它 出現的一些體系 是跟當代西方 因為簡單來講 在當代西方的一個法律規定人 跟人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是一個 我 用能力學的眼光來講 它是一個特別的 我要說它不是一個 你兒子 比方說 權力的保護就是說 我希望你不要來 我希望你要來尊重我 希望你要來尊重我 然後我的權力是在這邊 請問一下 尊重是什麼意思 它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喔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當代的這個 我們所 以為 現代的這樣的一個權力的論述 其實它隱含的是一個 不斷從西方意識中 發展出來一個 西方認為 應當是叫人對人的關係 但是這人對人的關係 不一定是所有社會的普通的 你為什麼可以要尊重我們的權力 尊重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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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 尊重 對我 我意思說 尊重它 首先必須要來出現的是 要有一個self control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你要完全先能夠了解自己的 所有的有意思的行動以後 你希望別人跟我一樣有這樣的意思 因此要來尊重 同樣作為有意思的人 不會對你做出的行動 所以尊重的這個意思 已經包含這麼多的思維 對我來說 它其實隱含在西方的基督教的傳統 已經列的這樣都出來了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說 這個self control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self control 是很難的事情 不是嗎 我每天要為了指考 還是學者 每天要去讀書 你不能夠來聽個演講 你要自我控制 你不能夠被其他給誘惑 所以這個隱含就是說 你要知道你自己所有行為的 來容去賣跟後果 那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這也不是 對我們華麗的那些人家 研究所有的文化 不同的時代的這些人們的行為 這件事不是你所達人 而且他必須要很多的 就是說 這種生活上的 或者說制度上的配合 我才能說 當一個人完全被改過來以後 他才有可能去 或者說被培養過以後 他才能說 他能夠去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 然後希望別人 也能夠用這種方式來對他 所以這個權力觀對大家來講 是一件 其實它是一件很特殊的 對我來說是很特殊的 對我們那些人來講 我們說它是很特殊的 它不是一件universal的 只不過我們現在把它講成universal 可是它隱含的那個人跟人的關係 以及人跟制度的關係 是很不一樣的一套思維 只不過這套思維 所以伴隨著大家現在要建立起來的 現代國家 必須要有的作為 因此它被關聯起來了 所以這整套思維 這樣子被移植進來 可是這個人跟人的一個基礎假設 其實並不一樣的很容易 被不同文化的人給理解 那對於法律恩學家所 研究的這些民主人間 最簡單的 你不要去傷害別人 是一件最普遍的事情 你不要去傷害別人 不要去傷害別人 是一件最普遍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知道了這個 這個 昌明的所謂的信仰體系之後 我們試圖要去轉化一些轉化的機制 來轉化出來所謂的在 那我當然要解釋這叫什麼在 那當然這也是比較 簡單來說 對我們來講 任何一個社會行動 都會產生效應 簡單來講 像蜘蛛效應 你知道 人個人的互動都會有些效應 那當它特別是 當它產生了負的效應的時候 它不會平白無複的消失 它必須要被消解 人個人的社會行動 產生的正效應跟負效應 它都要被吸納 還有都要被轉化 其實法律體系 某種程度它也是在做這種事情 是要轉化出來 兩個人的社會行動 控制出來 所發生的那種負效應 它想要把它轉化掉 所以對社會學生學來講 我們會說 任何的一個社會行動 它都會產生某種效應 特別是它負的效應的時候 我們說它叫做戰 戰當然是比較不好 所以所有的這些 這個 社會負動產生這個效應 所以它必須要有某種機制 把它給轉化掉 使得社會能夠導向 所謂一般的正常化 在往前走 就像我剛才 剛開始舉的那個例子 那個人他被打傷以後 他不知道他為什麼生活 他的如常的生活 社會生活為什麼會這樣子被對待 然後被遭遇 他無法去理解 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這個世界裡面 還能夠怎麼樣 我就是平常上方下方就有一個人 竟然就打我兩槍 這個世界就來講 不能夠再被 可以被預測 不能夠再被期待 那請問他這樣 社會生活他怎麼樣能夠持續下去 我們說他一般的社會生活 他已經沒辦法被持續下去 那更不要說他其他的 美學生活 道德生活 因為我們社會 社會生活是一面 他沒有辦法去開展他其他人生 因為他社會 他的世界已經不在無常 他在做無常的行動 當時已經被人打斷 當面打他兩槍三槍 當他造成生死之最大的戰 那這個必須要被解釋 對這個人來講 他要找到一個 能夠重新讓他回到社會的這個行動 才能才知道 我今天日出而座 日落而庭這個是有意義的 不然你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日出而座 為什麼要日出而庭 為什麼要日出而庭 為什麼要考試 我不知道 你一定要找一個有意義的 你一定要告訴我 當有人告訴你說 你這些東西沒有意義的話 或說有一個事件 是當你產生的危機 當你產生的震撼 當你產生的傷痛 你平常以為你所當然的事情 就不再有意義了 所以這時候你產生的 這個重大的債 是等於說 你不僅是你自我實體的消失 如果實體沒有消失之外 你搞不好作為一個個性的意義也沒有了 所以任何一個社會 它都從苦到精 都在這 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建立機制來消解 這樣一個 因為社會行動而產生出來的 這種所謂負面的效益 那等一下去消滅它這個戰 那對我來說 對他來說 就是說 人們通常都必須要有一些 敘述要有一些說法 來解釋這個 這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特別是重大的傷害 這個Pairdowell是一個很有名的人類學家 就我用他的意思來稍微解釋一下 當然他也是引用了其他人類學家的說法 他都說 一般來講 我們都說非洲人是很明顯的 非洲人他舉的一例子 非洲人 比方說 當一個大象採了他的菜園 他會覺得是有人在用巫術 我用巫術來陷害他 嫉妒他 羨慕他 為什麼菜園長這麼好 所以一定有 有人用巫術的方式 讓這個大象來採我的菜園 其實這個人類學家就在說錯 巫術也是人類的一種社會的安排 他這個社會安排 剛剛就這個實踐來講 他是在解釋說 為什麼這個大象會採到我們的菜園 他說原始人跟我們一樣 不要說原始人 就是非洲人 他跟我們一樣 他知道是大象採壞他的菜園 可是他不知道為什麼是 不是這個時候採壞我的菜園 他為什麼是昨天 為什麼不是明天 為什麼是這個時候 我們現在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去解釋啊 正好這時候 正好是大象採旗的日子嘛 所以他當然會就噼里啪把握去 這種菜園 可是他沒有科學發展出來 就解釋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昨天 為什麼不是明天 那邊是今天我做了樂透的時候 怕他採到我的菜園 想必一定是有人在嫉妒我 所以做了無數 讓大象與此時此刻 發生這個不幸的事件 所以對人類學來講 無數這樣的一個事情 只是當地人他用來表達 用來解消 他在那時候 為什麼是他發生這種倒霉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說很多大的災難 發生的時候 但他都知道 是這個災難 造成的這個方式倒塌 或者說人緣傷亡的事情 可是你要不要解釋 為什麼是我 就是那個壞蛋 他就是我家可以逼對面而已啊 為什麼是我們家倒霉 同樣一個地震震 這個地震帶過去 我們每天吃香念佛 吃香敗佛 結果那個傢伙 每天怎樣怎樣 是個壞蛋 結果他沒有事情 我有事情 所以重點不是在於 大家不知道是地震或颱風 造成傷害 而是說為什麼不是他而是我 所以所有的傷害 都是必須要回到社會 這個制度來被解釋 人們必須要在這個社會裡面 人跟社會行動的互動 來求取解釋 也要有一個社會機制 來去解消這個東西 所以非洲人發明了無數 像我們可能發明了戰斧 或是說一些道聽圖說來說明 那個人為什麼逃過了災難 而我們的這些行善的人 沒有逃過這個災難 我們必須要發明一個解釋 我們才能夠往前走 我們會說 原來就是我們家病像 大家講的是吃香滅火 那一個也不像我們表面說 你會有一些不同的解釋來說明 為什麼要表面上 好像是一個很清楚的對跟錯 很清楚的一個好跟壞 可是在重大災害的人來的時候 是有不同的命運 這個很想要把這些事情看成是說 這個社會機制的這個建制 跟它的運作 是來讓人們在處理 各式各樣的社會行動裡面 所發生的正效應跟副效應 所以無數也是這個樣子 無數是當地的人用來解釋 這個大象為什麼才 還有它的菜的 這不幸的世界裡面的一個機制 所以並不代表 他們不知道這件事情 當然他們沒有發展出來 那種科學的測量 當然是原因之一 可是就這樣一個機制來講 其實是人類普通的 我們必須要 人類所有的社會機制 都要或大或小去解決 去解決所有不同社會行動裡面 發生出來的正效應跟副效應 所以對於我們這樣的一個 方式來看到這個事情的存佩 我們會覺得說 也許就是我們太缺少了 而且我們一直有別人 但是更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機制 讓人們能夠去表達死亡 對於這個生活事件 能造成重大缺失的缺憾 然後在這個所謂受害人 或是說加害人 能夠在這個 對於自己世界一重大衝擊的同時 能夠去理解 他才能夠去解消 這個重大衝擊事件 所帶來的副效應 如果我們只是用法律的語言 去獻所有人 對這個社會制度的想像 他就會變成只是一個 支持或廢止死刑 請注意到死刑 實在是一個法律用語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 只是一個法律之間的辯論 對我來說 就是說我們可能每個人 會有一個豐富多樣的情感 跟意圖跟道理之間 都只變成支持或不支持的事情 變成只是一個法律的用語 可是法律用語 如果沒有辦法完全去涵蓋 人們對於這種重大的缺失 尋找意義的這樣的一個事情的話 他這個無解還會繼續下去 所以我希望這樣的一個觀點 要提出來 大家可以 不只是對我來說 不應該只是對於這個法律世界的 一個意義的辯論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內學家 他也就是說 我們就是在這個故事的表述裡面 就會看到不同人 怎麼樣去安排他的自我 所謂道德當然某種就是自我 跟他人什麼樣這個行為的一個安排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 很多的這種故事或者說 包括可以是用非語言的方式 比如說儀式 舞蹈 或藝術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表述 我們自己跟別人關係的一種形式 這些東西都是大量被開發 被看到 被想成 被建構成 它是可以讓人們去敘述表達 他自己的道德維基 在這些這種事件上 也有道德維基感跟自我維基感 好 那就是作為第三者 那之所以有可能 就是說因為我們可能 都看到了這些東西 我們可能多做了一些比較的研究 當然不是自己 不是只有自己做的 因為我們來自的很多不同的 場域的人類學家 都比較針對 所以一個長年一個生活世界的 一個信仰體系的話 你會多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知道這些東西 可能應該不會只有 有在法律基金裡面被消解 所以我嘗試就是說 我們等待 因為製片文章 當初最初 最初實在在回應說 法律人類學家 怎麼樣可以參與這個辯論 我們有幾些 有哪些途徑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提出這些東西 好像都很抽象 而且他很抽象 這是大概努力的目標 那就是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能性 一個想法 一個公共論述 然後丟出來 大家一起考慮說 這很合不合理 如果還算不合理 那該怎麼做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 來去構思這件事情 可是問題 如果現在我們一直卡住了 變成它只是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法律體系的辯論的話 它就不會被打開 它就是一直變成是一個法律的用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好像是 進步的對 其實大家剛才看到就是說 它會變成像是這樣的 這樣的debate 這樣就是會變成像 心理Wi-Fi 它就是一個戰爭 它就是一個好像 無法溝通 無法對話的一個 一個時節 那至於這時節 我提出了一個我自己的想法 那還有很多需要 悲論書還有很多需要去做的 就是提供大家做個參考 那我先報告到這邊 那我提供大家的意見 謝謝 通常學者講說 她花30分鐘要講完 我大概會預期是一個小時 但是榮老師很有效率的 她在45分鐘之內完成了 她今天晚上的演講 那請大家再給她一次 非常熱烈的掌聲 那我剛才 這個有效率的感覺 對 接下來要談內 還有很多時間 對接下來要談內容 我想我希望我可以在 九點之前可以讓大家開始 問話 然後可以有一些對答 但是在日之前我可能先做一點回應 就是 我剛才一直在想說 那個 濟南大學的人類學研究所 會不會很難考 我在想說我現在 心應該去考人類學研究所 但是可能念完之後 再懷想這個問題 成為一個人類學家 在想這個問題 好像有一點點困難 然後 好像來不及了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現場 我們知道有一些 老師的學生 那第二個事我想到是說 我自己覺得 老師提出來的兩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理解 台灣的長明社會 對於文化價值信仰體系的這種 包括他對死刑的看法 那 事實上這個事情 我可能不是這麼學術的在想 這是我一直在想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會問說 台灣人為什麼支持死刑 東方社會為什麼會支持死刑 就是 那個問題是很多人在問 但是 我必須要說 我沒有一個好的答案 然後 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 那 另外一個事情是說 如何你要讓這個 這個 提系做一個轉化 那 我說實在 我沒有一個好的答案 所以我 下一個的關切是說 老師這篇文章是 2012年 提出的 寫到 刊登的 那已經過了三年 所以我們很可以期待 就大家一起監督 榮老師就是 他下一篇文章 可不可以提出說 對這兩個問題 進一步的觀察 那當然這是我們要 一直 一起想的 好 那我想要回應的一些是說 我想稍微再回過頭 來談一下 Face聯盟的成立 以及 因為我說 老師在這篇文章裡面 對Face聯盟的描述 或許有一點點 跟我自己看到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第一者 跟第三者的差別 好 那 Face聯盟 我們在2003年 2004年成立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是一個很法律的團體 但事實上不是 因為我們裡面的成員 的確有律師 有教授 但是也有很多 非法律背景的人 然後很多的社運人士 那當然在 大家為什麼要支持 廢除此行 也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不全然是法律的理由 但是我後來 我同意你說的話 就是我們後來的語言 變得非常法律 例如 我會覺得我自己 念的是社會學 但是我們在這個 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很多時候 不自覺的 我們就去學習法律的語言 包括我們 譬如說 對我來講 你會用法律的語言 來說 解釋這件事情 甚至我們可能 雖然我不是學法律的 但是我可能 在更多的時候 我就會把法律搬出來 例如2009年 我們通過了兩公約 我們很快的 不談說 為什麼會有兩公約 但是我們很快的說 因為2009年有兩公約 所以兩公約的人權規定 在此行的看法上面 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會覺得 的確好像會有 會有這個現象 但是我必須也要說 就是 費子聯盟在2003年 2004年成立的時候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 事實上我們一直是一個 製工組織 然後一直到2007年 我們才有全職的工作人員 一直到2011年的時候 才比較有一個 所謂的完整的秘書處 那 那時候 很開始的時候 那個 那時候的運作模式 事實上有點像折舞 就是說我們是職工 然後一起辦活動 然後沒有全職的工作人員 大概就是義務的 然後我們湊在一起 想辦法辦成了一些事情 包括影展 包括講座 包括攝影展 之類的 那 那時候最重要的一個 對我來講 我們雖然有所謂的 職委會 然後有些律師 有些教授參與 但是對我來講 最重要的一個 次組織 我們叫做 帕斯讀書會 那帕斯讀書會成立 是來自於我們加入那個團體裡面的 所謂的職工 包括我 然後包括一些其他 攝影團體 包括台權會 包括一些人權中心的一些人 一些學生 我們自己就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不太 雖然我們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理由 支持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好像不太懂這件事情 因此我們決定 我們要來讀書 但是在那時候的讀書 的確就是 你可以找到 源源不絕的資源 就是國外的一些經驗 台灣的帕斯運動才剛開始 但是國外有很多的經驗 然後有很多的文章 有很多的資料 有很多的統計 那好像很自然而然 我們就 就拿了國外的東西進來 然後我就開始理解 但是我們 我記得很 很重要的一個展開點 在2005年 2006年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 引用國外的資訊 這件事情 是危險的 因此我們很想要知道 台灣自己本土的一些資訊 一些論述 但那是辛苦的 那個辛苦是來自於說 例如我們 第一個是 一方面我們是志工 然後沒有人力 二方面是 譬如說 例如我們想要跟 法務部要資料 我們想要跟 就是譬如說 我們想要理解死刑犯 我們想要理解 我們就是死刑的 最基本的資訊 基本上都是困難的 因為那資訊是 不公開的 那後來我們當然 做了一些嘗試 就是 都還沒有到法律人選 這樣子 另外一個觀點的這種階段 但是我們只是試著要 你看 那就可以讓我們說話 好 就是我覺得 呃 喂 是 OK 我覺得 呃 光是要 理解 跟知道一些 基本的事實 它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因此可能 呃 要走到所謂的 像榮老師那樣的 一個看法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有一個 轉化的方式 就是更多的面向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我覺得Face的能力 是做的不夠好的 但是我不覺得我們沒有努力 我相信從2010年到現在 我們有一點的 呃 就是或許有一點的努力 然後 也有一點點的進步 但是整體看來 它的確還是 就是譬如說 光從媒體上面 來了解死刑TT 光從媒體上面來了解說 我們早就 怎麼討論這件事情的話 那 你會是非常非常悲觀的 那這又牽涉到就是說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去 傳播 就是它不只是內容的問題 它不只是形式的問題 而是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傳播這樣子的 一個訊息 例如 我相信全台灣 2300萬人 大概 今天大概在現場 大概30 40個人 會聽完一場 40分鐘 50分鐘的演講 討論 但是大部分時候 我們可能有的 就只有30秒鐘 說 那你為什麼有支持背處死刑 甚至沒有30秒鐘 你只有一句話 或是你只有兩句話 就是大部分的人 在接受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他會遭遇到的那種方式 那 我覺得等一下 我們可以多一點問題 我只是回想到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有在努力 但是有一些困難 但是這些困難是 我自己實施 我們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但是我們也很希望 大家一起可以來討論 因此我要講說 我得到的啟發是什麼 就是在還沒有聽完演講之前 我得到的啟發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老師在那個 法拉人類學裡面 寫了一篇文章嘛 那我在想說 我們就有很多人 巷子口的社會學 菜市場的政治學 還有歷史學 還有精神分析的聊天室 我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我們不只是 法律人類的學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領域裡面 我覺得現在更多人 更多學者他們想要 轉換一個比較專業的學術語言 變成一個比較常名 大家聽得懂的語言 那我就有跟中理討論 就是說 或許我們可能可以 在哲學星期五 加上我們 或者是我們的 法律文書會 再加上這些不同領域的人 我們應該要持續的 用不同的觀點 來討論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們 應該是說 從容老師的這篇文章裡面 我覺得我們想到 下一步我們應該可以做的事情 當然不只這一些 就是我還蠻希望 然後我們就是容老師 還可以再給我們一些更具體的建議 例如我們現在應該 如何的去更進步的了解 我們現在從台灣面臨的 這時期的戰爭或問題 比如說 一輩子聯盟來講 該怎麼做 那一般人來講 該怎麼做 那這是我也很期待 你可以去做頻道的 好 那 有點呢 現在開放大家 就是提問 或者是 你或許不是提問 你是一個 你想要提出你的見解 所以我們都非常非常歡迎 那我們或許 一兩位之後 我們再 再請龍老師回應 知道嗎 可以問他 可以問我 可以問我 我本來想說都會給你 你第一個 然後你第二個 直接問我 第三個 然後一二三 先三位 等一下再 那麥克風 我還是直接 直接講 目前好像麥克風沒辦法 所以你要講上聲一點 所以我覺得 滿有意思的是 老師提出那個研究 是比較 墨西哥跟他的談判 都是專制國家轉 專制國家轉民主 其實跟台灣還滿像的 然後我覺得 是不是有可能 我們就是對於怎麼樣 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文化體系 其實是 建基於我們對專制政府 基尖政府的想像 我們覺得他 他才是我們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 的基礎 我們認為這個政府 這個國家是一個 可以有決定生殺大權 是可以 可以讓我們相信 這個權利基礎是可以 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所以就算 就算經過了民主化之後 我們發現 司法制度的不完全 我們還是想要 潛意識下意識的 相信那個 政府跟國家是有 是有這樣子 可以像是 今天大佬也一樣 最後主宰我們 生活的一種 安心感 有沒有可能是這個 算是專制政府的餘毒 OK 好 那另一位 其實剛剛那個榮教授 提到 我覺得主要 要從那個聖燈 就是說 知識廢食 或者是廢食 這個惡元的戰爭裡面 我覺得他找出一個第三條路 我覺得他先從那個生命跟權 先把它拆開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說 那個權當然是變成說 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它並不是所謂 剛才教授提到的 就單一的個人 或者是任何一個生命 那我變成 我就從 比如說 比如說為什麼是死刑 它本身有可能就是 你殺了一個人 所以如果從一個 怡牙環牙的角度 就是說變成說 這個 罰者的本身 我就剝奪你的生命 但是這是有可能是一個習俗 或者是你剛才提到的說 台灣人的一些傳統 但是如果把那個生命 跟權利拆開來講 那我現在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現在 其實我剝奪你的生命 但是現在 我現在那個有罪的人 我變成說 那我如果去要他 給他一個工作 就是 你保護更多的生命 而不是 你殺了別人 所以我殺了你 而是你殺了別人 變成說 我的方式是 你必須要去保護更多的生命 就像是在戰場上面 戰場上面 欸有沒有人去討論說 戰場上面 為什麼你殺人 就 就那樣子的東西就是 可以超越於法律 而不是你今天從戰場回來 每一個人全都判處死刑嘛 對不對 那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 有點像是死刑的替代意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軍幫還是軍人 他可能 假設很缺那個當兵的人嘛 那 我們台灣也沒有 像是像海豹部隊啊 還是一些 像 神風特工隊這樣子 那現在如果說 我們讓這些死刑犯啊 在 可以讓自己決定就是說 我們 我們也不讓你吃一輩子的嫌犯 就是無期徒刑啊 但是 我可以讓一個選擇 就是 你要嘛確定有罪 然後你就 立即執行死刑 或者是 你去執行 就是說 變成 我們讓你送到美國去訓練 變成 可能是一個狙擊手 可能是一個像 海豹部隊這樣子 那你的家人或者是 你的父母 我們也讓就是 讓他有 你一手賺的這些 就眾生縫這樣子 都是供養你的家人 那你變成是一個 我們就是一個 變成一個軍隊目的 你就可能去中國 或者是營救政治辦啊 或者是 像對抗恐怖分子啊 或者是 比如說那個陳友好啊 這些 逃攻台灣的一些 經濟辦 逃到國外去想 想辦法把他們抓回來 或者把他幹掉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這樣子就把那個 從生命跟權 或者把他活為一團的生命權 就有點分開來 我們不剝奪你的生命 但是我們在那個權的部分 就做一個那個轉化的機制 而不是從那個 你殺了 剝奪掉人家的生命 所以我就剝奪你 我覺得這個來源 可能真的是來自於 所謂的習俗或者傳統 有可能來自就是人類的 一些那個怡牙環牙 但是如果比較先進的方法 就是我們跳脫這一個東西 來把那個權做一個 我剛才類似這樣轉化的機制 我覺得可能 這是我覺得 我可以想到的一個其他的方式 對 OK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那個哲學星期五 哲學星期五非常精彩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做 勞力激盪 然後你剛才說的事情 好像有點類似剛才榮老師講 我不曉得對不對 就是說台灣社會是建立在 義務 Duty的完成 某種程度也轉化了他的義務 我不知道我絕對亂想的 但是我覺得很好 就是大家好像開始在做一些 勞力激盪的工作 雖然是不是同意 或許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討論 那接下來是不是 好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榮老師 因為剛剛提到的是一個人類學的一個觀點 那我覺得不管是執行議題 或我們應該講說是法律上 一定要從不同的學科學門去來討論 這是很重要 可是因為剛剛老師你切入了那個點 那我覺得說 我們談了很多有關於文化慣習的角度來談的時候 那立基於一個好像從進化論的一個觀點是不是 那不是嗎 好 那可是因為我聽起來會覺得說 那我們如果從人類學的 就是從方法上來看 會不會變成一種 有時候會變成是 像法律上常常講的這種普世價值 普通主義跟文化相對主義之間的這種 就是這種對立或者是辯論的關係 又陷到那個層次去的 所以我有點好奇會不會這樣 就是說從人類學的角度切入 會有這個影響 那這是我問的 就我可以接著問嗎 我可以接著問嗎 因為類似的 剛才有個人 如果你是另外的問題 我們就等一下下一輪 但是有人要接著問的話 我們可以把類似的螢幕題 會反映一些偉大 老師你好 因為你剛才講的 聽完你講的對 真的是蠻抽象的 因為我字子比較不好 我試著想理解 就你講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把他理解成為 對台灣很多人支持死刑 是因為我們這個傳統文化裡面 可能有保留了某一些的那一種 善有散發 惡有惡發 所謂的災 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指的是那種 你做了壞事 就應該有被處罰 被報應 然後有一些報應 然後那個東西對於 所以說 所以說等於說 等於說 要台灣人的 對於 被處死刑的 這種觀念的一個產生 是在我們的傳統價值裡面 必須要有更深層的一些轉化 那種轉化是在於 就是類似 類似可能就是說 他做了一些壞事 他犯罪 然後做了一些壞事 然後所謂對被害人 產生的那個傷害 要怎麼樣可以有一些轉化 然後來得到一個彌補 然後或是說 本身 本身 他本身做了這樣的事情 那他應該產生的這個 對社會的衝擊 他應該產生什麼樣的彌補 是類似這個意思嗎 我不太了解 只是說試圖想把他釐清的 越來越 你也想要問類似的問題 延伸的問題嗎 好 他可以 麥克夫是在後面 好 我們要講一下 剛剛有聽你講一些 文化人類群的一些東西 那你剛剛有講到 很多像是信仰體系 類似還有什麼 錯與對 那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你 剛剛你講法律跟的 法律裡面的論述 還有其他裡面的論述 你會支持 分解到死刑的存費 兩個意識形態的衝突 那 老師你要把這個 又跳脫這兩種意識形態 然後 用另外的方式去看 然後用 信仰的價值 然後用人類價值 我沒有理解錯誤了 的方式去看 會不會又形成另外一種意識形態 加入這個 戰子兩種 然後 本來是兩個人在打架 然後 又跑出這兩個人去打架 這樣子 會不會變成這樣 然後 這個問題會變得更不清楚 還是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意識形態 我們 只能用這種方式去討論 那有沒有那種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 像是 用醫學啊 還有一些 自然科學找出去看 這個問題 就是 像是 我自己有個想像 就是 也不想像 也不想像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機會去研究它 就是 殺人行為 或是什麼 犯一些 我們常常講的一些 什麼 我們 類似可能犯罪的這些行為 這些行為 這些行為本身 可能是種事實 但 我們今天把它 灌上一種犯罪 就是 我們用的意識形態方式 把它把它夾進去 這樣 我們用 這一式形態 夾進去之後 這些行為本身就有很多類型 然後 我們把 一些類型在某個時間 跟某個時空之內 把它把它定型下來的話 那我們會忽略到 其他種不同的類型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是討論一下 我們腦袋裡面 想像裡面的 殺人行為 不是 事實上的殺人行為 那我們今天用這個討論 我們腦袋裡面 想像的那個 殺人行為 裡面當中 我們用 一種東西要死的行為 去定它 那這樣會不會有一些 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是憑著我們的想像 去殺人 而不是為了什麼 所謂的正義殺人 正義本身 其實也就是形態 這樣 這麼不清不楚 情況下去殺人 會不會 有一些問題 對 我想我們 問題就到這邊 然後 先讓某老師回應 那我希望你 都 記起來 趕快可以談 等到我幫我講 好 先從這位 就說 的確是有人會說 為什麼 今天的專制國家 這樣的一個 起義之後 慢慢變成 民主化 為什麼這些人 還會去反過來 去支持這個專制 留下來一些 所謂遺毒 那當然 這篇文章 大概 你可以這樣繼續去想 因為 不過這篇文章 並沒有去講說 這個 人民之所以 還會去支持 是因為專制的遺毒 那 那是可以另外 去想 可以做另外一個調查 不過這篇文章 主要就是他要講 意思是說 因此我們可以證明說 沒辦法去證明那個時候 是不是遺毒的問題之外 人民之所以 還會留存 這個對於 這個法律體系 還能夠去幫他解決 對於死情 這樣子的事情 也就處理 大概是因為法律體系 沒有辦法 完全去談那 他所要論證的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 因為人民的 因為人對於 生跟死的 這樣的一個 重大的損害 是沒有辦法 經由法律體系去處理的 所以他導致 是這個意思 所以那才 發展出來 我最後說呢 一直要 說背脂運動 要在任何 不同的國家裡面 去開展 他必須要能夠 回憶 或者說要去貼近 或者說要去掌握 不同國家裡面 特有的一個 所謂Indigenous 所謂在義的 一個信仰體系 他的論點是 往這邊跑 沒有往那邊跑 所以我 當然也知道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說 像你的說法說 包括這些 所謂轉型中的民主國家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 去支持 就是專制復辟的 這樣的一個行為 當然可以這樣去想 那我也不能說 一定沒有 但是說 當然就是這樣導出來 是要導出來說 不管那個有沒有 但是我們還是要 能夠去貼近 要對於 我們如果真的還要想去說 這個死刑 是否要存廢 能夠有更廣 更長的 能夠 即使在這個 法律動機民文規定 廢除死刑之外 人民那個所謂的情感 還是沒有到 可以消解那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 到底會是什麼 他真的真的只有 大家還去相信 我們專制的語言嗎 這個不論之外 但是任何一個要從事 說廢除死刑運動 他應該還要去做的事情 事先去掌握 或去貼近 去Customize 客製化 去 去 很充分的去了解 當地的一個民情之類的 然後就引到那個 中理的問題 我先回到中理的問題 有個所謂的 相對主義 跟普遍主義的證明 當然人類學家 非常的小心 不要去掉落到 這樣的一個辯論 因為這個辯論是無解的 因為 我們首先要先證明說 我們今天在講的東西 是相對的嗎 還是普遍的 那我們到底在面對的 那個 論出到底為什麼 他還會變成普遍的 那對我們人人學家來講 也許我們會先去想說 這個被視為是普遍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生成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為什麼他叫普遍呢 因為對我來看 我生活在這個 小村莊裡面 我看到就是普遍啊 那為什麼現在有人來告訴我 有一個普遍的東西 那事實上就已經有 隱含了不同的體系 跟體制之間的一個衝撞 那這個衝撞的 這個發生的一個狀態底下 那就是說 論出者他是 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去 去說到底哪個是普遍的 哪個是在地的 對於在地來講 他的東西本來是普遍的啊 可是你是用一個全球的觀點 或是用一個 一個 好像是已經建立起來 一個判主的東西 才會說 我這個是普遍的 那其他的是相對的 那當然 某種程度人家也會說 我們那些 某種程度也會變普遍化 因為我們是要找出 所有的那一種 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 不同的信用體系 那這某種程度 我們是不是也是一種 補式族一樣 但是我意思是說 那樣的說法只是說 我們能學那樣的說法 只是一個是方法論上的 因為我們是希望能夠 在不同的國家裡面 去做類似的事情 並不代表我們已經用了 同一種價值 或同一種判嘴 想要在那個地方找 看是不是有 跟這個同樣的一個價值 相對應的那個東西 所以某種程度 我會將於小時候的那些學家 會用這種方式 盡量去避免掉 那個所謂 reversal 跟所謂 普遍論跟相對論 這樣子 對我來說是無解的問題 因為它之所以無解 是因為大家已經知道 不能夠判準 不能夠尺度 去談那些東西 那也許我們先把這個尺度 跟判準 給先講出來 欸 你是什麼判準 我是什麼尺度 然後我們來看一看 到底誰是 在什麼樣的角度 要去講普遍跟相對 也許這樣也許會比較 辯論起來會 或者說討論起來會 比較有效果 那就是因為 跟我們講的那個 好像是說 跟人類學的方法論 或者說這個文章有關 寫的事順便很回答 那就是這位先生 那看到那位先生講的 我也許把它連在一起來講 就是說 我所講的那個轉化的體制 並不是說要一對一的 這個對A的傷害 變成是B的傷害 這樣去轉化 也許我剛才沒有表達很清楚 我說的轉化的機制是說 它是一個機制 它要能夠把這個 在人們的這個場域裡面 所發生出來一些 所謂不好的 或者不好的效果 這些東西 要有一個東西把它處理掉 它就可以把那些負面的情緒 給劃緊掉 那不是說要用這個A 然後轉化變成B 倒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等價的東西 很難去找 因為我也不知道 到底這個 比方說把它派下去 撒冰拉燈 這個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不知道 但這個 說在A的領域裡面 所弄出來的東西 它用B的方式把它轉化 到底不是這樣講 我說的轉化 當然這個 我們大概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 只是說它可能要談 那個等價 到底這個東西是等價 如果大家覺得是OK的話 那也是一個方式 但是我今天所要講的轉化 就是說 任何一個社會裡面 比如說我剛剛 剛好冒了一點時間 要講的 可能要做的那個無數 它是就在做一個轉化的機制 它是要把所謂在那邊發生 一些負面的能量的東西 所謂在 它把它轉化掉 轉化到變成是一個正向 或者說你能夠在開展你自己生活 有意義的領域那樣的東西 那它至於是不是從A到B 這個倒是另外一回事 我講的轉化比較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說這個社會能夠騙 普遍的開出很多很多的這種轉化的機制 不是只有依靠法律的話 那人們就是說它能夠去解消掉 它在裡面所產生的那種 在社會系統裡面所產生的那些負能量 或者叫做在的話 那很多事情它會變得比較不實 不是只有 一下就談到跟法律的關係 一下就只能去依靠法律體制 來幫你解決這些事情 我講的轉化比較是意思 那這位這位先生問的就是說 我這個說不定是另外一個意識形態 它也可以是另外一個意識形態 沒有錯 那我也不反對其他的意識形態來講 但是我在講這個意識形態 並把這個意識形態當成是一種壞事 那在我們這個學科來講 意識形態 這等於是一個八化的一個觀點 八化的一個觀點 我要講話 我總是要先有一個觀點 來跟你講我依靜的什麼樣的觀點 那你說這是意識形態 我也不反對 但是在我這樣的觀點來 意識形態 倒不見得是一下就是一個壞事 也不見得就是說 意識形態是完全變得是載自我的想法 它變成是我一個發育的一個價格 當然每個人價格會 會有多窄會有多嚴重 但是一能不投 所以那個倒還 就是說名詞的問題 倒還沒什麼那麼關鍵 通常是說我說 我提出來的東西是一個 perspective 因為我們在公共場裡面 討論的事情的時候 通常都是先要提出來自己 perspective 然後我的 perspective 你的觀點 觀點 然後會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你說我就是意識形態 也OK 沒有關係 那我展現出來了我的觀點 然後我說 我之所以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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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所以那樣那樣那樣 那樣的一個 因果關係跟邏輯 跟它的順序 之所以為什麼這樣子 那你充分的把它譜顯出來 我也充現出了出來 然後 為什麼這公共空間 需要更多的觀點 因為 當我們只有兩種觀點的話 會變成是說 我們來訪問心理 你只有三十秒 你就是只有兩種觀點告訴我 三十秒 結束 那你就會永遠只看到那些 兩種觀點在那邊跑 那 當然媒體的操作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實際上就是說 如果這個公共場裡面 只有這兩種觀點啊 它會越來越窄 越來越只有三十秒 三十秒就講什麼 我 就不可憐了 我沒有反擊就不可憐了 像我們這種學術的人 就稍微 每次講話都會囉唷說的 十三十秒還沒有講 還沒講到 重點就被看掉了 所以 讓媒體操作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只是說 在長遠的 或是說 像面對面 面對面的那種公共頓盤 每個人的這個觀點 能夠被打開 被看到 那都是一個 那你說那是一個 這個意思 那我那個也OK 可是我比較有點 沒辦法抓到你說 你用醫學的觀點來說 這一個人 他實際 紀律什麼方式去殺人 那樣的一個 東西還不讓你們找 不過我大概可以理解到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對於什麼樣的行為 可以判死刑 已經有一個法律的範疇界定 對不對 這樣的殺人 是一定會判 這樣的殺人的行為 動機等等等等 或者說他殘酷的程度 他一定會判死刑 但是另外的 或是殺人 或是說 他殺人的程度 比較沒有辦法才能 他就不會去看死刑 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先有了一個 伴草來去界定 同樣的是一個殺人的事實 所以才會有不同的效果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我的意思是說 他很穩定的東西 會限 大概限制 大概限制 大概限制在那些 多十秒 觀念上面 然後 並不是那麼全兩人去探討 或是 然後我們又在那麼 狹隘的觀點去 去說我要去殺鬼 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們要說 就是 目前我們殺人就是 以結果論嘛 那 如果我們認為 那但是我們 就探討死刑的廢存的時候 卻用的是用 不是以結果論的方向去探討這個東西 那 就我覺得其實 這個法律的這種探討 或是很多東西探討 其實是非常狹隘 那我們用這個東西去 這種狹隘的觀點去殺一個人 就 不知道他的意義在怎樣 或是 最後只能可能導出這種觀點 就是他是 我們為了爽 或是為了自己安全去殺一個人 對 三十秒 三十秒 我只剩十秒 哈哈 就說 就說 當事人 是用 用什麼東西去殺人 就當事人有他的說法 可是如果你是把它變成法律體系的 一個範圖的界定的話 他就變成法律 把一個範圖去來 界定 或者說來 定義你這樣的一個殺人的形態 是這樣是不是 對啊 現在我們當然就是在談 法律已經 國家已經在 進入一些 制定好的範圖來說 這個 這樣的殺人叫做自操 那樣的殺人叫做那一操 他當然已經有一些範圖來看待 看起來像是一個殺人事實 可是他後面的重機已經被法律的範疇給定義了 對 是這樣子呢 我結束這個文章好了 結束這個文章好了 喔 結束這個文章 反之下有點太痛了 再繼續逼問我 那我就也是三十秒來回應 那來已經領他對我的理 就是說 因為我這篇文章 我比較談的是被死的問題 我並沒有專門談被死聯盟 所以我這個 這個在發表的時候 也有人這樣針對我說 我對被死聯盟的描述不夠進去 可是我意思是說 我其實在描述的是 整個騙在在台灣裡面 公共論壇說 會比較常見的幾個廢死的理由 當然我在講廢死理由 不能不談廢死聯盟嗎 然後就是說廢死聯盟 會有一些比較主張是 依看的比較形象這個 所以我們要對廢死聯盟 有非常相信的要求 說我沒有去做 對你做反駁的反駁 對不對 所以我 那邊這個 這個憑我張的主要目的是 來做對廢死論述 那廢死論述 當然我說 我承認絕對有簡化的行為 簡化的行為 因為我必須 我也不可能去把所有的 台灣曾經出現過的支持 或反對的廢死 一一羅列 我只能就是救 比方說 我說了 憑康慧欣正義院 他已經做了那個公民論壇 對於死刑的 意見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意見作為一個代表性來說 他基本上已經大概 羅列了台灣七八十種 七八十 百分之七八十 對於支持 廢除了這樣的一個 那個論辯 然後就這個來看 裡面所出現的一些範疇 然後並沒有特別是針對 對不起 超過三次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啦 因為這個比較不是對你們的回憶 比較像是有點在做澄清的工商服務 所以那個 我才花一點時間談 那在我們進入下一輪提問之前 大家可以做一點準備 我有 我突然想到我有一個例子 我想要回應你剛才提的 對我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 以墨西哥跟南韓為例 那這些專制的國家 你剛才講說 可能我們既批判他討厭他 但是好像那些人民又擁抱他的 某一些價值 但是我有一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是我覺得台灣人民普遍存在一個很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存在一個很非常高的不安全感 那我舉的一個例子是說 我記得2013年那時候 我們在幫邱和順做生命邱和順這個案子 然後我們不是 我們跑到他的家鄉 就是苗栗 然後在叫龍鳳宮一個廟 就是邱和順他的家鄉的一個廟 那邊去 希望可以跟他家鄉的人說明邱和順案 然後一方面我們也是希望說 可以幫助他的家人 讓他們在這個順底當中 可以讓更多人理解 就是說邱和順案可能是一個冤枉的案件 那所以我們跑 就是這是我們第一次跑到廟口去辦活動 然後去講這件事情 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很多人我們剛開始在那邊 就是我相信這種場面在廟前面 大概很少這樣做過 你可能會有政治的演講 但是有這樣的活動大概很少 然後很多人開始會走過來 就跟我們聊一下 然後就說我爸爸叫阿孫啊 他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們就說 那你願不願意簽署連署一個連署信 然後他們說不要啦不要啦 然後就走了 可是他們就會在前面跟我們聊很久 就是邱和順他認識的邱和順 這裡怎樣怎樣這樣 然後後來就走掉了 他就說不要不要 當我們說我們要其他連署的時候 那正是我們在那邊待了一整天 那裡面有椅子 有些人就真的相親了 就來跟我們聊天 後來有些人就再回來了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說 阿我如果請這個會有危險嗎 我如果請這個總統或是法務部 或是會怎樣嗎 那我們就跟他 在我們在台中 我們可能在台北 我們可能都很習慣 我們做各式各樣的實質的連署 網路的連署 我們大概不會害怕 但是我們等到我們進入了 那個他的故鄉的時候的那些長輩們 他們真心的擔心說 他因為會簽了這個 可能會對他有影響 那所以我某種時候 我會覺得 是不是真心的是 擁抱那個遺毒 我覺得比較像是 我們還在害怕 那個專制正確在那裡 對 這是我就是突然想到 好像有一個小小的例子 也是一種遺毒 或許也是 對 那好 那我們接下來 可不可以進行下一輪的提問 有沒有人有意見 好 剛才他是第一個 欸 是誰是第一個 好 你是第一個 然後你是第二個 你是第三個 你是第四個 好不好 OK 都還沒有問過吧 對不對 剛才四位都還沒有問過 OK 沒有 那個 大家的問題都很專業 就是我是要想要聊聊這樣子 就是用那個標題 用戰爭兩個字吧 對不對 那實際上在跟朋友聊說 就是 死刑而存廢這個議題 那當然就是 我們有 有非常支持死刑的朋友 然後又就是還在存疑的朋友 又就是支持廢除的朋友這樣子 那之前就有個朋友跟我談到說 那因為我是從原諭的角度去切入 就是覺得說死刑要廢除這樣子 但是他們 他就跟我說 那如果說他今天是一個已經殺 有殺人事實的 而不是原諭的一個死刑犯的話 那要怎麼辦呢 如果你以這個點下去討論說的死刑 你是不是要廢除這樣 那當下我有點打不出來 所以我就今天想來就是解惑這樣子 謝謝 因為你剛才提到的轉化 那我腦袋當中想到的比較 我需要一個很寫 我需要先講完一點 那個我想像的轉化是 是否是 我想到的是 就是我們可能要對這個死刑犯本身 這個人的這個生命 需要有更深刻的一點了解 而且或許我們幫助的 不僅只是那些冤獄的人 有可能是冤獄的那些人 而更可能是那些 就算他情形最大惡情 就是我們有很明顯的犯罪事實 像鄭潔熙先生 有那麼明顯的犯罪事實 可是我們還是要去知道 是怎麼樣的狀況 他會做出那樣的事情 跟他成長過程有什麼關係 那或許那樣子的一個過程 這個描述是對 回應到一開始提到那個例子 是對受害者的家屬 對受害者的 對受害人來說是 擁有他明白了這個東西 他的內心還有一些東西 可以放下來 因為我本身在安靜盤教室 我可以知道 在台灣的教育體 或許飄到工作也一樣 就是有些 只有有些很殘忍的場景正在發生當中 正在扼殺孩子的某一些東西 那或許就是在一個很難 很糟糕的一個環境狀況也下 所以我現在心靈的受的部分 受到一些很嚴重的一些摧殘 會做出那樣的事情 所以描述出 或許這個人到底最後是生 是死在法律體制下 是生死死 或許不是一個那麼重要的事情 而是一個我們需要去了解 他的那樣子的過程 那再具體一點說 我覺得或許像美國 他們有那樣子的 配勝團的一個制度 那麼一個很華麗 像秀的那樣子的概念 這麼多方的一個論點 然後在那個強迫在法庭當中呈現 或許是一種在法律上 在制定法律上一種 可以讓這種對這個人的描繪 可以完成的一種方式 當然因為他必定有秀的一種性質存在 所以他會有些其他的一些國家 然後或許這是一種好的想法 我想請教就是 剛剛老師的演講裡面 有關於Banelli跟三位學者的配分 然後想說是老師的一個 兩週上的兩年多分前 然後他有提到一個關於客製化 或是需要跟他關於去符合 那個年輕的那個部分 是否就代表說Banelli跟三位學者 他們認為說廢斯他是 就是不論整個討論戰爭的過程是怎麼樣 但是Banelli就是最後最正確的一個事情 然後還是說其實這個客製化是說 應該要符合各個國家各個就是 他們不同的年輕 有不同的有些國家 可以Face 這樣 然後關於今天老師 您剛剛也有講的是 就是我想問說 不知道如果粗糙一點下街的話 是不是可以說 死刑的存廢 它其實是一個假議題 真正邀逐一個問題 但是當人們面對像證監 或是上個事件的時候 人們的那種焦慮的情緒該如何去懸顯 或者是說 當一個人他翻下條件大罪之後 法律對他的判決 所以他可以該怎麼樣去解決 像這樣債務那種解決 那才是真的問題 這樣子 謝謝老師 好 然後就是 我們除了剛剛提完這次 東老師那個轉講之後 我覺得很用的打擊法 就是 我就想到就是 就是一到高牆 我們要怎麼去破除 就是不然說在法律的準 就台灣的法律來講 我覺得很像是跟人們有點距離的 就是大家會害怕去碰觸法律 因為說碰觸法律 就是有麻煩的時候 結果它變成說 有一道高牆答案的前面 那我覺得說是不是就是 透過跨學界的能力 可以有辦法去打破這個高牆 就讓人家可以到 這個與法律是有 就是對到引擎的空間的 然後什麼是潮流 世界潮流 我覺得這法律會一直在玩這個 就是在我們不要遵循世界潮流 跟遵循世界潮流 所以說我也對剛才講的客製化 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覺得就是缺乏太多的脈絡 我覺得就是一個法律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什麼叫世界潮流 那並不足為台灣現在的情況 就是說我們雖然說可以要遵循世界潮流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怎麼樣 就是去想著說我們要什麼樣的未來 而不是讓一個世界潮流去操控說 台灣的未來要怎麼走 然後再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這可能這個思改的方向 就是去做跨學界的努力 了解說一件案件說就是有什麼樣的背景 以及人們成長的背景 受到什麼樣的教育環境 所以說我覺得說 當人們在一直在用法律的研究去講說 廢食和不廢食時間 就是無時之間都主要引到高牆 就大家就是在等下隔著牆在呼吸我死頭這樣 對 就是變成說 就是大家為什麼講那麼久 還是沒有一個出口 就是變成說 很像是大家都看不到那個網頂帶卡 沒辦法去打破那道牆 但是我覺得就是很好 就是第三種觀點進來之後 是不是有機會打破那道牆 對啊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欸 超好急 超好急 就是跟他想 因為跟他聽那個就是 就是覺得很豐盛 就是有inspiring的感覺 就疾發很多 然後 你可以下午燈問說 想不到還是有 好 我剛剛想不到 OK 就我覺得你這個事件的法則 你覺得不是只有法律這樣問題 或者是大家看到表面這樣問題 就跟一個社會的教育以及成長 是有細細相關的 包括剛才大家前面講到的說 黨的意圖什麼的 傳世情之下的意圖 那我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大家回頭看到說 我們從小到大 到底接受什麼樣的生長環境 包括教育 包括說社會環境 我覺得這都很重要 所以說我認為就是在不然在這些 我講的教育是廣泛的啦 這是什麼人與人的互動 算是這種教育 就我一直在做課本來的疑問 是得到啟發吧 那我覺得說 那我們很需要的就是跨學界 因為當一到專業被堅持在那的時候 他就是足起一道牆 我們大概得到行的環境 所以我認為說 就是教育體是其實在一件社會案件 就是一件伴隨事件發生的時候 是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台灣的教育事物 不聊給我們的學團 我們的人們一種 就是學團自己的機會 對 就是我自己的性格這樣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怎麼看 我們先請郭老師再回應 然後我想我們還會再有最後一輪的保穩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準備一下 然後郭老師回應 那我也想要做一點點回應 我們先回應吧 因為說講了冤獄也覺得很危險 對 那我先講 好 那我先講 好 我想要回應 除了冤獄的那個之外 還有談到就是說 Face是不是一個假意體 比如說我們現在應該要 談這個是犯罪的成因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有點難過耶 就是Face聯盟為台灣付了那麼多責任 出來付了 然後你們竟然只是個假意體 好 那我想先話說從頭一下 就是Face聯盟 我們在2004年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因為徐自強案 而決定成立的 然後2004年我相信在場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那時候是一個多麼絕望的狀態 就是我們那時候成功的讓蘇建合案再生 但是那是經過一個很長很長的社會運動的累積 好 那蘇建合案終於在2000年有再生的機會 但是還沒有平白冤屈 他到2011年才平白冤屈 那可是在2000年的時候 另外一個斯改惠接的案件 如正案 就在2001的時候被執行辭刑了 他沒有機會 就是那時候雖然已經政黨轉移說 台灣要朝向被執行 那2000年他就突然被執行辭刑 那是對我來講一個非常震撼的一個時刻 2003年、2004年 徐自強他一直沒有進展 所以我們每天 徐自強在看守所裡面 每天都要感受到那個 他有可能在今天晚上8點、8點半的時候 如果有看守所的人員 走到監獄裡 走到他的牢房裡面的話 那就是要把他帶出去 所以他每天他做的事情就是 他請他的媽媽寄了一個新的衣服給他 每天8點的時候他就換上一身新的衣服 坐在那邊等 等到8點半沒有人來 等到9點可能第二輪也沒有人來 他知道今天晚上安全了 他把衣服換下來 他就去睡覺 他在那邊 他這樣子歷經了大概四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那時候怎麼辦 那時候我之前我在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工作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用視線 抱歉我還是在想法律的事情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可不可以用視線的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談制度 就是說我們要先不要先 就談廢除死刑 要先談聽字死刑執行 聽字死刑執行至少有一個很明確的 就是我們都已經做過了判決評鑒很多人 研究過卷宗 很多法律員站出來說的一個案件 可不可以至少先聽字死刑執行 徐志強 但是後來視線成功了 那所以他是因為視線 所以他有重新開啟審判的一個機會 那回應冤案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說 對的確我們還是把我們當成神 而不是當做人 的確他會說 我們就是知道有一些案子他就是有殺人 但是江國慶一定有人跟你講 江國慶在被執行的時候 大家也說他覺得罪人確鑒 然後盧政在被執行執行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覺得他是罪人確鑒 因此你只要開啟了一個門 事實上你就有可能錯更多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那當然你不會講說 冤案是司法體制裡面必須要承受的惡 那只是你要承受多少 以及你要不要去承受 以及你說如果你可以容忍有3% 5%7%的錯誤 但是對死刑的冤案的執行死刑 那是百分之半 那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被署執行是假議題 背後的問題才是問題 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就是台灣人很容易健忘 我們不太討論制度的改革 每一次一個冤案 一個重大刑事案件發生 一個悲劇發生 我們就會開始說 太可惡了 誰要出來負責 我們要集氣 我們要怎樣怎樣 然後那個感覺就忘記了 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這個SOP嘛 好 可是我覺得 每一次重大的案件發生之後 我們的確會有人開始 現在漸漸開始會有人來談說 有沒有社會背景 無差別殺人事件 它是一個很新興的社會 必須要面對的一種犯罪形態 它背景到底是什麼 要不要有人去做研究 我必須要說 那是因為FACE聯盟存在 就是當舞陽 所以它沒有讓這個議題 在每一次集氣 然後每一次之後就結束了 我覺得這個議題是討論下去 那我相信我這樣說 包括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包括台權會 包括一些人他們會同意 就是因為我們提出了死刑 這個非常不討喜的議題 因此讓有一些司法改革的議題 人權的議題 事實上並沒有在很多時候 它就那麼容易的被忘記了 對那這是我一點點的回應 那接下來其他都是老師的 其實大家剛剛也談到 幾位朋友也談到說 教育的重要性 這個我想沒有人能夠否認到 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工具 可是問題在於說 我們是用什麼方式去教育 就是說如果是 就對我來說就是 如果是有幾種論述 這樣去來教育 大家去看看那些問題 那可能是 可能是可以 需要被去想的 我只能這樣去想 所以教育本來就是在說 我們可以沒有各種 各種可能性的一個最重要的管道 沒有人能夠去保論這件事情 可是可能更重要的時候 它不應該其實變成是一個空白的資料 所以我們只要去教育這樣就可以了 那事實上是用什麼工具去教育 可能反而是一個重點 那事實上先把客康不就是在說 我們到底要給下一代教育心什麼東西 反而教育它變成是一個戰場 它不一定是一個完全可以解決所有事情的一個地方 只不過我們通常都認為說 它是一個最方 最能夠被想到說 我們都要教育教育教育 只是我很害怕這個 所以我會想說這個 當然教育體制絕對是可以達到 但是我們剛才講的說 在社會各個面向裡面都會遍布 然後都會長出很多很多轉化的機制 你這種的話機制當然都是就是隨時都可以做 在很多正式或非正式的機構 都可以去充滿這樣的一個 可以轉銷各式各樣的這種 或負面行動這樣的一個東西 不是我比較希望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我也要 唯一最早心意對我的挑戰 所以我這三年來有關進步 原本想出來新的東西 那我當然說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進步 因為太多時間在忙 所以這些東西都只是一個ID了 然後都只是偏偏亂亂的做 所以我剛才不是在講這隻老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13年前就有成型的 基本上還沒有特別去 有些實際的作為 這我是應該剛才是要先自白的 就沒有太多 沒有太多的進展 然後倒是這位朋友 剛才講的假議題被欺負這樣子講過 我倒是有一個好的 因為問題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就是說這個問題它既真也假 所以說你站在心意的角度 它絕對不會是一個假議題 可是看到我這樣發了一個陳述 那意思是說它議題可以被擴展 它不是只有focus在這個法律體系裡面的一個辯論 所以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 如果用這種方式解明的問題的話 那我會覺得這個可能是蠻有意思的 那可是實際實在在的每一次 對於是不是需要被執行使用 或者說這事情是不是該被損毀 它是一個爭議題 當大家感到它是爭議題的時候 顯然它有很重大的利益 即需要被解決的東西在那邊 那因此我們提供的這些東西 並不能夠馬上去解決當前的問題 因為當前的問題它已經是 從前累積下來的這些問題 是跟習動 會及在那個點 所以它必須要被解決 所以在那個當下它覺得是真的問題 那只不過說 就對我們來說 這個當下的問題 它必須是 就是之前留下來的這個總統後期累積下來 它必須在那邊被解決 那我當然是看往後看 看能不能夠在這個之後能夠 多提出來某種問題的問題 問題的提出 不同的問題的觀點 可能是會下一個 當下必須要被解決的那一刻 有不同的解決的可能 比較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的說假問題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它 它可以這樣被理解 然後你就說 你剛才也問了第一個 很有趣的問題 你說那篇文章 到最後它是不是要試圖說 要證明 反而這個費時論述是一個普通的 我當然覺得它是這個意思 那它當然是黃宏城 修正後的普遍主義 因為它並不是用高姿態的方式來說 欸這個一層普遍 走到哪邊就是拿這個皮箱就對了 它並不是這樣子 但是它在道德上跟理論上 我覺得它是 也是贊成費時的論述 但是它也 黃宏城跟我說為什麼是修正 它知道這樣的方式是不可能 被放不適來接準的 那這個修正後的一個觀點 某種程度我搞也是一個修正後的觀點 就是說 我們在接受了這樣的一個 對於保護生命權力的這樣的一個 籠統的一個價值觀之後 那要怎麼樣來回憶 台灣現在的這個信仰體系 因為你有這個態度 你才有講回應嘛 你才有講貼近嘛 你才有講客製化嘛 我不是剛剛在上的麥當勞 我是跟他一起做的麥當勞叔叔嘛 就是我已經客製化大家 要接近我麥當勞 這樣一個產品的一個方式 後來我還是麥當勞的 我還是要賣產品給你 然後希望你來給我買 那這個朋友提到問題 我倒是覺得說 有一個方式去看 梁某舉一個例子來講 現在台灣 我們現在台灣 以及說我們大家都承認 現在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是美國 可是法律最專業的地方也是美國 他專業的地方包括兩個 一個是他制度上 以及他的用語上 都是專業到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的地方 他那個制度的一個recruit 他就是養成跟培訓是專業到 幾乎不是法律人沒有辦法插手的 然後他的法律用語也是專業到 沒有任何人就知道為什麼有這些人 你會這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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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ド Arizona 他的北邊的那個Nont Carolina 他在介立什麼叫做猥褧 他是說從鍍錦一下 irus exactly like 這裡上幾公分 做出一個 potrzeb 什麼樣的行為 然後讓你產生了什麼樣的 像 like 這是一個我們說猥褧是猥褧 他突然沒什麼 Stu long 然後很多台字還看不懂 你可以看他去查 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 我們覺得它是民主國家 法律的推行沒有可以那麼遍及的地方 它的法律又可以那麼專業 所以問題是在於說 法律之所以不能被當地人所信任 是建立在於它的legiveness 它的合法性 而不是在它是否專業與否 所謂合法性就是說 我做了這些事情 你覺得合不合理 你只要覺得合理 我就有合法性 那我用什麼方式讓你覺得合理 可能是輸出我的專業 可能是輸出我的迷惑 可能是輸出我的 跟你 都沒有關係 那因為台灣目前為止法律沒有在 我們民間社會裡面 產生這麼強的legiveness 所以我們就會說你這個 在講一個外星人的語言 我們都聽不懂 所以我們是挑這個專業的東西 可是因為我覺得台灣法律之所以 現在有這些所謂奇奇怪怪的問題 是在於它的legiveness 這種合法性沒有被認受 沒有被認受的結果底下 那我們大外說 你講什麼聽不懂了 可是美國人完全聽不懂美國法官在講什麼 你不知道美國律師到底在幹嘛 只是想要挖他的錢 可是他就乖乖地去接受這個法律制度的案件 是因為他相信這個法律制度帶給他的事 他能夠接受他注意的結果 你只要這個legiveness這個相信 那他是不是專業 他是用一個外星人的語言 那倒數是其次的 你用外星人的語言 可是你還蠻有學問的 你好像正在幫我辦事情 所以我說台灣某些程度 他們那種高牆 之所以沒有讓我們覺得好像很清淨 那這個根本的語言對我來之多啦 那可能其他的 我們有其他一件事 他的legiveness沒有出現 那至於他的legiveness為什麼沒有出現 有很多的理由 我想到有兩個大的 一個是我們國家的legiveness 是沒有被大家給公認結束問題 從以前的這個state 他就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state從帶過來 這個legal system 這個法律系統 就他合法性就有問題 第二這個是法律系統本身 因為我們都是抄這個西方的制度 那跟隨的這個沒有被證 可能的這個也是 某種程度他就有點像 殖民國家的法律體系嘛 那殖民國家其實是跟我不同國的 是我跟我不一樣的人幫我制定的 我怎麼會去完全相信他 可是對美國來講 既然我們都是同一國的人 我們有合法的方式 我可以選舉他 我也可以霸能掉他 因為美國的這個檢察官 跟法官是可以用投票的 尤其是在每個很具合法官裡面 可以用檢察官是可以用投票的去 所以說這個當然只是 他法性也跟他也並不是說 一定得走這條路 我意思是說 台灣之所以讓我們覺得 這個法律有那種高獎 其實他並沒有高獎 但他的高獎是來自於 他的法律系統本身 是來自於他的專業 所以說如果你說用 化學科的方式去拿 那當然是一種可能性 不過我覺得也許 可能更需要的其實是說 如果我的這個解讀是 化學科是OK的話 也許是要去解決 這個法性的問題 那什麼法性會 等到我們就說來 我們的話才能 那立立建國啊 然後我們這個state 就有legitimacy 我們就相信這個 是不是state是for us 是為了我們 不是imposing on us 不是只是加入在我們 那他做什麼壞事啊 對我們國的嘛 就稍微可以相信他 那至於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你要能夠 如果用這種方式 他能夠更 從這個生活經驗 能慢慢長出來一些 然後他的法律 其實法律比較穩 然後那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是OK的 我可以相信他 他雖然會有原因 他雖然有幹壞事 都會有可能 侮辱他嘛對不對 不是只是說 否則叫他 A是像這樣的 我會這樣就想 好 我想我們等一下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在這邊請例一個 監督容少武完成下一篇的 Face法律人類學文章的陣線 好 OK 那我們剩下10分鐘 希望在時間之間可以結束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 也是快問快答 那所以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可能30秒之內要問完 有沒有人有問題 先給還沒有問過的人先 有沒有人要問的 先舉下手 好 那你是第一個 你是第二個 OK好 那就結束 就這兩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不是特別 就是真的要提出問題 我只是想要表達一下我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不知道就是老師 你能不能討論 甚至是 林執行長執行長執行長執行 就第一個我覺得說 對 確實我們不應該 就是在討論這個命題的時候 不應該只有單純就有法律的觀念來看 我很贊同老師想 但是我覺得是不是 為什麼我要說討論這個議題 而不是說我們在討論 被死這個議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命題就是 我們在討論被死這個議題 死刑 廢除死刑 他本身就在討論一個法律議題啊 那怎麼可以不用法律的觀念來看呢 那我覺得如果說我們是不是 改變一下我們的命題觀念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介入了 討論科學的那些角度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命題 例如說國家公權力 可以獲得一個人的生命之類的 對 我覺得在命題修正上 是不是未來可以是我們的能力的方向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第二個是說 我覺得冤獄到底可不可以 作為一個廢時的理由 這是其實我滿遲疑的 因為造成冤獄的情況的結果 會有很多可能 因為有些犯人他們是因為冤獄而判處死刑 有些犯人他們是因為冤獄而被判處 就是20年有期徒刑或是五期徒刑 對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什麼 對 在我的一些想法裡面 我會覺得有時候自有剝奪 甚至比生命而更重要 對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覺得說 因為這個 因為你可能會被判冤獄 所以我們要廢除死刑 那為什麼呢 我去想說 因為你可能被判冤獄 所以我們要去廢除有期徒生物 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冤獄並不能 因為有冤獄的產生 我們就一定要去廢除死刑 我覺得這並不能做一個廢除死刑的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的 不知道警長是不是很好的 對 我剛才從老師那個合法性跟合理性 我在從那個希特勒 比如說希特勒用毒氣勢 在屠殺猶太人 就是說他跟他不同種族 他以德國人而言我屠殺他 我也合法 而且我們不同種族 所以也很合理 所以我來反觀 就是說從鄭捷隨即殺人案 就是說 以這個案子 但是問題是 比如說這些法律 是國民黨 從那個 比如1949 帶來台灣的這個東西 有很多像刑法一百條二條一啊 那政治犯也判死刑 那就是說你有意圖謀亂 還是也判死刑 或者是你販毒 或者是搶劫也判死刑 也就是說 以整體 以整體在中華民國的這些死刑而言 他 我覺得那個鄭捷這個東西 只是一個特例 但是如果比較剛才那種 從德國那種合理性跟合法性來看 你看鄭捷這件事情啊 他 他 他 如果從 他是不是可以 我不知道從教授 是怎樣去看待 OK 合理性跟合法性 如果比對鄭捷跟那個 德國獨地殺人事件 怎麼樣 不是殺人事件 那我先回答 OK 我覺得PMN 會作為一個廢詞死刑的理由 我就看個人 因為當然廢詞死刑的理由 他不會是只有一個 他可能是A加B加C 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因為他太糟糕了 你可能就會支持 那有些人可能不會 那所以我覺得他沒有 沒有絕對說可以或不可以 但是我剛才想 突然想到老師剛才談到就是說 你要多多做一些故事的敘述 讓人滿去了解這些事情 我覺得因為冤暗他真的有太多的故事 而且這個故事是讓人覺得不安的 因此好像某種程度冤暗 有時候可以說蠻多人的 但是當然同時也有很多人 他覺得不能只是思考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的確是看個人 他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對 對 我講完了 所以他有問題的問題 好像就是事故有點差很大 所以我一直在在process當中 那現在CPU這樣看 然後就是你說 跟那個大型的不殺猶太的那個 合理性跟正解殺人合理性 有些相關性 是不是這樣子的議題 對 聯合法合理會 對 那請問一下 正解殺人合理性是在哪裡 判斷死刑的 判斷死刑的合理性 跟希特勒的那個 希特勒這個系統 他之所謂 比方說就他們那種法律學家 所呈現出來的 他是一個比較狹窄的那種理性 也就是說 他只針對 只針對 他的國內裡面的主要人民的一個同意 因為我基本上 你來的是一個同意 有同意去殺掉這個猶太人 因此他在做這件事是合法性 可是晚紀的這個 這個法律的概念 他是不擴展 他是擴展 所以你國內的 這些人民的同意 不能夠是 淋駕到其他的國家 也不能夠淋駕到 對於所謂 自己的人民的傷害 所以才會有那種 所謂的 現在所謂的 戰爭 這個 屠殺犯罪的行為 比方說像 巴士尼亞 他就是被戰爭的犯罪被起訴 因為他 如果用以前的觀念的話 欸 我得到我 公民的授求 都把投票出來的總統 然後這些人 判斷我 用這種方式去 重選屠殺 當然最後是被用 人道戰爭犯罪的 這個 Walk crime 來起訴 所以現在的法律已經 漸漸改變 這個GENUS 已經被破綻 會變得是 用一種 國際社會的一個 我們能夠去融受 同意他做這件事情的方式來看 這個時候是有核發性的 然後這個是有 還有很多的 對 目前 這Walk crime當然還是變的 那是全全國家之間的遊戲 之類的 好 那鄭捷的這個合理性 我還是不太清楚 是說我們國家 政府 那當然現在就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 雖然是一個空白授權 在這樣一個法律體系底下 然後他做出這樣的事情 因此 他是可以被執行事情的 那我們現在是要把這種東西 轉變掉 我們不要再授權這樣的行為 是可以讓國家來去查看它 所以現在是 我們去那麼行 在這樣的Case來看的話 他是在被 對 他是在變得很難 然後 我們臨時是這樣子 不曉得朋友會要這樣說 因為那個職位 好 對 還在想 好 謝謝 好 因為已經快10點了 謝謝阿倫 對 好 我想我做一個簡單的結尾 然後 如果老師要做最後的結論的話 我們結尾就是 因為今天讓我有機會 可以談到徐志祥案 那徐志祥案 他是一個在進行當中的案件 他7月份 8月份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他現在事務期徒刑 但是他為他的清白在等候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今天上網 你們可以去搜尋一下 徐志祥 或者是拍拍徐志祥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徐志祥的故事 如果你們覺得你們可以支持他的話 這跟死刑存在沒有關係 就單純的是為一個死法的冤案 或許你們可以做出一些努力 那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至少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的話就是 我覺得那一本冤獄人生 一樣的是你不管你認不認同 就是死刑要不要投入到冤獄 但是這本冤獄人生談的是 美國的一個實際的案例 那有人說他是美國的蘇建和案 但是他比蘇建和真的帥的還蠻多的 好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 美國的死刑制度 然後美國的冤案 然後他裡面描述了很多司法的狀況 以及他在監獄裡面的狀況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書籍 那大家可以在這邊購買 那我就非常謝謝大家今天 就待到這麼晚 而且可能大家回去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那補曉農老師 我最後的結論 好 那我們會持續聯盟我們會持續的監督 好 那非常謝謝大家 請大家再給榮老師一個掌聲鼓 掌聲鼓勵 剛剛欣寧有說這邊有冤獄人生 那一本是250 那有興趣的朋友 就直接把錢投到我的翼柱橋 或者是你的包包今天比較重 不想在很多林前走 也就放一點林前在裡面嘛 不要客氣 那我預告一下下禮拜 折五要談的議題 那其實這兩天剛好有一個新聞 就是有個大學生問柯文哲跟市長說 為什麼實習沒有薪水 然後柯文哲回答他說 沒跟你收錢就不錯了 那這樣的一個新聞好像在網路 在那個BBS上面有很大的一個討論 那下禮拜要談就跟這個有關係 就是我們在學校其實會有一些尖叫聲 或者是所謂的助教 那身為一個受教者 他到底有沒有 他到底是不是同時是個勞動者 他有沒有辦法去享有所謂的勞權 所以我們下禮拜要談的 就是所謂的學生勞權的這個議題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歡迎下禮拜五 一樣我們就是這個地方在好辦 我們下禮拜五見 好 謝謝大家 然後禮拜前請各位當個忙 就是把我們的椅子 黑色的椅子把它疊起來收好 然後就是放到我們的廚房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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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